第十章 尾声 清军入关与南民的抗清斗争 第一届 李四成进京与清军入关 永昌元年 崇祯十七年 顺治元年 1644年 3月19日清晨 将即隐时相当于现今的三至五时之际 北京的天空阴云似合 忽然下起飞飞细雨 不久又飘起微小的雪花 大顺军乘机加紧对几座沉稳的进攻 诸首宣武门的太监王强瑶眼看抵挡不住 打开城门迎将 刘宗敏率领大顺军 浩浩荡荡地开入内城 接着 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金燕 驻首平泽门的城国公诸纯臣 也先后开门迎将 大顺军占领了北京卫城 李四成得到捷报 从拱华城来到北京 中午十分头戴沾地 身着青不衣 骑着杂色黑马 在刘宗敏和牛金兴 宋庆策等文武大臣的陪伴下 威风凛凛地从德胜门进入京城 从城天门 进天安门 进驻皇宫 京城百姓纷纷书写顺民两字贴在门上 并摆设相安 张贴大顺永昌皇帝 万岁万万岁永昌元年 顺天王万万岁之类的标语 热烈欢迎大顺军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 立即张贴告示 要求市民照常营业 霸食折战 并严肃军纪 宣布大师 帅 临城 秋毫无反 敢有善略民财者 临迟处死 有两个士兵 抢掠前门店铺的筹短 急被折杀 砍下手足 并在左栅栏上施重 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 商民开张店铺 嬉笑自若 李自成进京后 立即接管和清理民平的各个衙门 秉进一步加强大顺政权的建设 大顺军入京时 明朝在京的官员有两三千人 其中只有二十多人责杀 其余大多数躲藏起来 三月十九日 大顺政权发布命令 文武各官于次日投名 二十一日建朝 愿为官者量财着用 不愿者听其回击 如有隐医者 写家 林佑 宜并征法 二十日 明朝文武官员 纷纷到指定地点投地执名 大顺政权先后从中着用了百来人 担任大顺政权的官职 录用的这些官员 都是四品以下的相关 三品相关指路用侯学艺人 因为他曾被明司宗关进监狱 大顺军认为 这种人比较可靠 三品以上的相关 一概不用 接着 由由牛金星等主持 举行一场科举考试 以天下归人焉利中国 而辅四一夜自天有之 极无不利为试题 从七十多名参加考试的举人中 全取五十多名 量才受之 明朝的宦官 悉数扫地出门逐出京城 东厂和锦衣卫被彻底飞除 常为头目一律严加成板 大顺军还接管了明朝在黄河流域的地方政权 另行派官治理 据记载 据记载 大顺政权社官的地方 东至怀 西至属 包括陕西 山西 河北 山东 以及玉东 苏北等地 此外 李自成进京后 还先后派遣部分兵力 沿运河南下 任命明将将 原柳沟副将郭胜为全将军 率数千人南下山东济南 延州 任命原明朝宁下花马驰副将董绝李为全将军 率领一千五百名十足 到达江苏宿迁 命大顺军将领刘宝 携带李自成的赤叔 随董绝李南下 前往朝府南明洪光政权的将领黄德公 高姐 刘医生 刘兆基 徐大寿等 李自成进京后的这些举措 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对民进的安定 局势的稳定 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 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袖 都出身于贫苦农民 没有什么文化 目光较为短浅 只看到农民军所向披靡 节节胜利的一面 没有看到被推翻敌人的复辟阴谋 与满洲贵族逐入中原的勃勃野心 进京之后 便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 产生骄傲亲敌的思想 认为大功已经告成 江南可传起而下 山海关不过是个淡满之地 不足当京师一脚 用削尖就可以踢倒 他们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 去筹备李自成的登基大殿 制定永昌遗柱 规定以水德王 衣服上蓝和各种官制 补服 朝建仪劫等 李自成还召集明朝相关 探讨登基的有关事宜 有关官员也忙于演习登基礼仪 并按传统惯例 每逢三、六、九日上表圈禁 他们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 对军事部署和实行的政策 进行必要的调整 很快便限度被动地位 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火根 首先 未能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李自成农民军所建立的大顺政权 是个农民政权 他在河南发布的军田免粮口号 和实行的不当差 伯纳粮不催科的政策 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利益 与此同时 为了解决军饷和农民政权的开支 农民军除了没收明朝官府和宗藩的财产之外 又曾在南洋、襄阳等地实行屯田 攻占西安后还宣布征收赋税 但屯田和征赋都未曾大规模推广 也没有长期坚持 所得数量有限 于是又实行追赃助降 农民军认为 倾向所有 飞到上则包下 接赃也 以官所处接赃而 攻占西安后 便用严刑拷打的办法 强迫明朝官身 交出财务助降 后来 随着大顺军的东进 这一政策便在关中、山西、河南等地推行开来 这些政策措施 体现了农民政权的反封建性质 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拥护 自然也引起明朝官僚和近身地主的恐慌和仇恨 攻占北京之后 如想进一步统一全国 确立其对全国的统治地位 就必须以清谣伯父政策来取代追赃主降 并将没收财产的范围 局限在明朝的内堂和宗室、熏期、太监 以及持敌对态度的明朝官身内 使大顺政权获得更广泛的阶层 包括地主阶级界的支持 但是 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将追赃主降推向高潮 3月27日宣布 所有在京的明朝官员 不论是否被大顺政权录用 一律都得纳银主降 被录用者数额较少 自动交纳 不被录用者数额较大 抗拒不纳或纳不及数者 用加棍行追 主降的数额按直前的高低摊派 内阁大学是十万两 寻服 在京中央机构的长官 锦衣卫官七万两或五万三万两 六科给市中和各道监察御史 力补官员五万三万两 汉林三万两万一万两 部署以下官员则各以千计 熏旗之家 没有固定的数额 搞到人才两进而后矣 南下山东 苏北的大顺军 在当地也大搞追赃主降 大顺军占领的部分地区 还出现剥夺宗室 熏旗和官身地主田产的行动 丁耀康的初捷激略 即在山东诸城县的大顺官员 以歌赋济贫之说明示通渠 产不论久远 许业主任耕 当地农民于是群旗夺占 官身富豪的百年之宅 清金之产 以以分如肺腑 大家忙无横业 直到四月初八日 由于各方的反应相当强烈 李自成才下令停止北京的追赃主降 但地方上的追赃主降 仍在雷厉风鲜的进行 结果 使大批明朝官员和近身地主 倒向了清王朝或南明朝廷一边 其次 未能对知识分子政策做出调整 李自成接战起义后 很长时间未曾吸收过一名知识分子 直到攻入河南后 才有几个失忆的小知识分子前来投奔 被留在李自成身边充当谋士 顾问为之出谋划策 推动了起义军的发展壮大 不过 这些知识分子层次都较低 如牛津星英指示的举人 宋献策则是个江湖术士 他们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 不仅缺乏统兵打仗 理正治国的经验 而且视野也叫狭窄 不能高屋建林地把握全国的形势 极其走向 贡献的极客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和失误 如 军铁的绝对平均主义口号 虽然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诉求 但它毕竟是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 不可能真正实现 实行免粮 没有了赋税 国家机器就失去立足的经济基础 后来随着农民政权的建立 需要大批文化人充当行政官员 李自成开始推行科举 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采取强迫应识的办法 对不应识的诸生出以极刑 引起了一些世子的极大反感 此外 牛金星等人还招募一些近视等高层次的知识分子 安排在中央机构担任尚书 侍郎等重要职位 但却没有一人受到李自成的充分信任 被他留在身边担任谋事 顾问 攻占北京后 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 仍未觉察到这种知识分子政策的弊端与危害 做出必要的调整 当时在京城营将的明朝官员多达两三千人 其中不法对全国形势具有清醒的认识 赋予治国治军经验的近视出身的干才 但大顺政权 只责用四聘以下的官员 四聘以上者 知其用被名词宗观过监狱的侯巡 其他大多数兵器不用 这些被弃用者 后来有的投靠清朝 被认为六部尚书甚至大学士 为清廷剿灭农民军和南民抗清武装 确立其在全国的统治地位 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最后 未能对军事部署进行适当的调整 明末农民战争爆发之后 农民阶级和以民王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矛盾 成为官内的主要社会矛盾 以清政权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和以民王朝 为代表的广大汉族的民族矛盾 则是官外的主要社会矛盾 此前 李自成农民军直接面对的是 明王朝的冠军 从未同清兵发生接触 没有认识到在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之后 必将面对一场与清兵的殊死搏斗 李自成身边的谋士顾问 也缺乏同满全局的眼光 未能看清全国形势的走向 帮助李自成制定应对的战略措施 西安建国之前 大顺军拥有百万大军 但在平顶西北后 却留下过多的部队驻守于要冲之地 此后 东征途中又在山西 河南 湖广 基辅 山东等地留下不少军队 以致兵力过于分散 到达北京时 仅只剩下大约十万人 对基辅周围战略要地的防守 部署也坚妥当 在大同 真定分别留下大将张天岭 马仲西驻守 但在京东山海关一带 却未派重兵镇守 仅派人去招降撤入关内的 辽东总兵吴三桂 辽东巡抚黎玉田 和山海关总兵高地 根本没有预防吴三桂叛变 和清兵入关 问鼎中原的准备 结果 吴三桂将而复盘 勾引清军入关 大顺军被打个措手不及 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地位 吴三桂是当年三月初春 奉明司宗之名 与黎玉田一道 率领约四万精兵入关前往的 十六日抵达山海关 与高地统侠的约一万队伍会合 驻守于山海关道南县 昌礼 茂亭 开平一带 李自成派遣在居庸关投降的明朝首相 唐通帅本部兵马八千人 携带犒赏的银两和财物 前去招付 吴三桂的父亲 吴湘和家属都在北京 他与黎玉田 高地都决定投降 大顺政权令唐通 接管山海关防务 命黎玉田为四川截度士 与将父的总兵马克领兵 前去收取四川 吴三桂则率步入京 朝见新主 二十六日 吴三桂到达玉田 听说其父吴湘 被拘捕追赃 家产全被超没 田洪玉转赠给他的名姬陈元元 也被刘宗敏所夺 随掉头折返 突袭唐通 于二十七日占领山海关 李自成文训 决定推迟登记的时间 亲自率兵征讨 四月十三日 他留下一万老弱士族镇守北京 自己与刘宗敏 李过等将领 率领不到十万的大顺军东秦 并携带明子宗的三个儿子 即太子和永王 定王 即吴三桂父亲吴湘 想利用军亲之意 招降吴三桂 吴三桂叛变后 官 宁两阵兵力 合计只有五万人 自知敌不过大顺军 随抛弃民族大义 派遣使者代行向多尔滚求援 以列地以筹为条件 请求多尔滚速选精兵 与他联合共同消灭农民军 清廷早有利用明朝内部的阶级大搏斗 实现其尽窥中原的谋划 顺治元年 崇祯十七年 一六四四年 正月 摄政王端滚等人 真知大顺军攻占陕西 就派人给大顺政权烧信 要求双方协谋共利并去中原 唐会逆区于 府贵贡之以 大顺政权的榆首将王良智 收到此信 派人转告 以渡和东征的李自成 李自成坚持民族大义 不予理睬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 四月初四日 谋使范文成上书多尔滚 指出在大顺军的打击下 冥忙在即 我国虽于明争天下 持与流口脚也 主张实行战略转移 将打击的目标 指向大顺军 直取燕京 博占中原 多尔滚 基于四月初九日清帅满 猛 汉八起兵七八万人出发 准备从济州 密云地区 突破长城 沙向中原 十五日 行之翁后 在经辽宁复兴境内 收到吴三贵使者 带来的求援信 下令改变行军路线 向山海关行进 并致行吴三贵 以禁为藩王为条件 要他率众来归 即投降 二十日 清军到达连山 在经辽宁锦西 吴三贵再派使者 赶赴清营 表示接受清方的条件 向清朝投降 多尔滚于是下令 奸程行进 于二十一日晚 到达山海关外的 欢喜林驻营 李四成走到三河县 遇到吴三贵的使者 使者谎称 吴三贵仍愿投降 请求缓尸 李四成 习以为真 集派投降的 明秘云军 辅王则瑶 以兵政府上述的头衔 取山海关 与吴三贵谈判 并放慢了行军速度 四月二十日 李四成到达山海关西边的 石河一带 使之王则瑶 已被吴三贵口压 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 李四成发兵 开始攻打山海关 经一昼夜的激战 吴三贵眼看支撑不住 于二十二日 率领部分兵力冲出关门 指清营面见多尔滚 按其要求替法称臣 求其急速出兵 多尔滚命吴三贵先回山海关 随后令清兵从南水门 北水门 关中门分三路入关 多尔滚见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 排成一字长蛇阵 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突破的战术 令清兵向海 对准大顺军 阵尾临此不列 他先以吴三贵的部族为前锋 从右翼出击 而令清兵引伏于左翼 待大顺军的实力受到损耗之后 再突然发起冲击 吴三贵出击后 陷入大顺军的重重包围 数次突围未成 己不能止 太阳拼袭之时 忽然刮起大风 飞杀走石 直尺莫变 清军乘机杀出 大顺军阵势大乱 刘宗敏扶伤 在高岗立马指挥的李自成 急忙下令撤军 战斗结束后 清涉郑王多尔滚进封吴三贵为平齐王 李自成帅残部退至永平齐二势力的范家庄 下令杀死吴将 返京后 又杀其家属三十四口 四月二十六日 李自成回到北京 他远拟固守北京 后见山海关战败后 京城额言四起 暗藏的敌对势力蠢蠢欲动 自己一时也难以在北京周围 调集一支足以固守待缓的兵力 决定弃京西撤 临车退前 李自成于二十九日在五英殿举行登记大典 以示大顺政权为全国唯一的合法政权 现今暂时撤走 来日还要回来 当天晚上 大顺军放火焚烧明朝宫殿和九门城邦 带着追赃驻响和没收的明皇家内堂金银 出赴城门向西撤退 多尔滚命清江多多 阿几格和吴三贵追击大顺军 自己率领一部分满洲八旗直去北京 五月初二日 多尔滚到达北京 随即发布文稿 宣布他此行是为明朝报君府之仇 赤灭农民军 以贼不灭 施不反撤 要求所过周贤削法投顺 开诚耐款 否则大兵已倒 进行普路 为了笼络人心 还领官民人等为明司宗扶葬三日 并领投降的明朝官员李明瑞为礼部师部 负责为明司宗追逝与殡葬 接着又发布文稿 令在京内阁六部 督察院等衙门官员 据以元官同满官议题办事 还宣布反文武官员军民人等 不论元属留贼 或被留贼逼了投降者 若能归服我朝 仍准录用 同时 宣布将被起义农民夺战的田产归还本主 废除明末加征的聊想 交想和恋想 5月20日下令停止执行入官后推行的替罚令 宣布天下臣民造就书法 西从其变 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一网清兵深入内地 大肆烧杀掳掠的残暴形象 特别是那些保护归降的明朝文官武将和豪身地主的征令 更是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欢迎 他们纷纷投向清廷的怀抱 清廷在基辅级附近地区迅速地站稳了脚跟 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撤离北京后 景桌州 宝定 定州 甄定等地 于5月初由景行退入山西 吃足鸡皮交困加上清军一路追击损失惨重 景 季 鲁 玉等地缘明朝的官身 又纷纷发动叛乱到向清朝一边 使大顺政权很快丢失了山东 河北及近北 玉东的大片土地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5月中旬 李自成对山西防务做了一些具体部署 分别命令诸将镇守太原 近东南 林坟及河南委会一带 并派兵镇压平定 于此 太古和定湘等地明朝关身的叛乱 自己则于6月间返回西安 随后 下令通行免追笔 全面停止追赃驻向 改行按田武征收赋税的政策 以稳定后防 多多 阿几格和吴三桂率领的清兵 追击李自成至山西后 也因马困人皮 不能远处 加上需要巩固对京师及基辅地区的占领 于5月12日撤回北京 6月 清军以基本巩固其在基辅地区的统治 多尔滚派顾山鹅真叶臣等将领绿兵攻打山西 7月 又令进攻山东的顾山鹅真爵罗巴哈纳西进 与叶臣会合 加强进攻山西的兵力 10月初 清军以西洋火炮攻破太原 随后分兵南下 攻占长治地区 李自成防守山西的计划遂告失败 9月 多尔滚将青石祖父临接到北京 10月举行定顶即位典礼 随即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由英亲王阿几哥协民想将吴三贵 尚克西等会同编买蒙古兵 自大同进攻陕西于岭 延安 然后南下攻取西安 另一路由英亲王多多协民想将孔有德 耿仲林南下 攻打五月在南京成立的南明洪光政权 10月 大顺军在河南怀庆发动反攻 迭克纪元 梦见 多尔滚幽领多多先救怀庆 然后攻取同关 与阿几哥回攻西安 多多率兵抵达怀庆后 大顺军主动撤退 多多随从梦金渡河 杀向同关 李自成原先听说 清兵以攻陕北 将兵力不断北调 并亲自北上 增援陕北的守军 后德之多多正进兵同关 由和刘宗敏同率大顺军南下 增援同关 12月29日 大顺军与清军在同关展开激战 接连势力 第二年正月13日 同关落入清军之手 李自成撤往西安 就在同关之战打响之前 阿几哥所率清军已由山西保德渡河进入陕北 攻占李自成故乡米之 然后南下向西安推进 李自成为摆脱父辈受敌的困境 于永昌两年 顺治二年 1645年 正月主动撤出西安 率领13万大顺军去到蓝田 商路向河南转移 再进入湖广 以夺取洪光政权控制的江南地区 利用那里雄厚的人力 物力继续展开抗清斗争 李自成撤离西安之后 西安落入清军之手 多尔滚命多夺暗原计划 一式进攻南明洪光政权 留下阿几哥继续追击李自成 阿几哥在河南内乡追上李自成 李自成南下胡晃襄阳 将原先部署在襄阳 承天 德安 荆州四府的七万部队调集随营 合共二十万众 于三月下旬到达武昌 阿几哥尾随而来 大顺军出战实力 只好起武昌东下 四月下旬撤至江西九江 清兵紧追不舍 再聚九江四十里处 攻入大顺军老营 俗杀刘宗敏 宋献策收服投降 在这前后 大顺政权的丞相牛金兴 及其子牛权 也投降了清朝 由于九江战败 大顺军东下之路已被切断 而此时多多率领的清兵 也已经过于晚 直去南京 李自成看到原先的战略意图 已无法实现 绝技向西转移 五月初 行至湖广与江西交界的通山县 李自成率义子张奈和二十八名战士 至九宫山 经属湖北 勘察地形 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 二十八名战士先后被击杀 李自成也在搏斗中 壮丽牺牲于小岳山的牛姬岭 终年四十岁 大顺政权至此覆灭 李自成这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农民领袖 领导广大农民 推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 由率领大顺军独立承担起抗清的中任 揭开了此后二十年抗清斗争的序幕 他的英雄业绩将拥在史册 守候人敬仰 第二届 洪光朝廷连鲁平寇酿恶果 大顺军攻占北京和明司宗司以后 明政府上控制着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明朝的陪都南京还在 那里还保存着一套 情势上同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 明朝掌控地区的文官武将 自然都热切的期盼能 在那里重组政权 实现他们的忠心之梦 由于时局瞬息万变 信息不长 北京事变的消息直到崇祯17年 1644年 3月29日才传至苏北淮安 但人们还是将信将疑 后来消息得到证实 并很快传至南京 4月17日 从北京逃出的元内阁大学时魏照成 到达南京再次证实这个消息 南京当局和在即的文武大臣便紧张地盲目起来 准备拥立新军 重新组建统治南方半壁江山的明朝政权 但是在这个政权重建之前 南京的文臣武将仍然研习明末门户之争的恶习 为选择新军而展开激烈的争斗 明司宗自已后 他的三个儿子被大顺君俘虏 没有直洗后裔可以继位 只能从众多的藩王中物色继位的人选 其中 以明神宗的子孙福瑞 慧 贵子王和明神宗的堂兄陆王 彭明司宗的血缘关系最近 是最有资格继位的人选 当时 福王和陆王均已逃到淮安 距离南京不远 而福王朱游松又是罪年长者 按照皇明祖训兄中弟级的规定 由他来继承皇位 这是兄中弟级的一种变通办法 即帝中兄级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淮安群辅禄振飞 给师中理清 张正辰 尽是郑元勋等人都持这种主张 但是 前礼部侍郎前前矣 南京兵部侍郎屡大器 南京户部尚书高宏浦 又多于是张慎严 詹师傅詹是江淤广等东邻党人 却坚决反对 因为朱游松的祖母 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 明神宗因宠幸郑贵妃 以戾妻子朱长群为太子 遭到东邻党的反对而未成 并由此引发妖书 挺机 移公等案的纷争 他们担心 如果朱游松被立为新军 将来一旦重算旧长 会使他们在政治上失事 因此 他们便说 福王朱游松是明神宗的孙子 论序当地 但他有贪 赢 酉 酗酒 不肖 虐下 不读书 干预有私等七大毛病 不适合继承皇位 陆王朱长茂 是明神宗的侄子 贤明能感 才是继承皇位的合适人选 十全派人物南京兵部尚书 实可法 对此感到左右为难 他是东邻党人 左光斗的德义门生 对雍戴福王自然心存遗迹 但有担心雍立陆王 会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 于是 他暗中邀约 掌握实际兵权的总督 凤阳 卢州等处军务的马思英 到蒲口密商 经过反复商议 两人一致认为 既然大臣对雍立福王或陆王 存在意见分歧 瑞王已被张献忠俘杀 惠王又热衷信佛 不安适适 不如雍立贵王 以亲以贤 为贵乃可 实可法随即将这个折中方案 写信告诉南京的大臣 这些大臣也都认可这个主张 但当马思英返回凤阳时 却得知 在万历末年 侍奉过老夫王朱长群的首辈 凤阳太监卢久德 勾结总兵高姐 黄德公 刘良左 决定雍立朱游松 高 黄 刘三总兵 原本是受凤鲁总督截制的 现在倒向福王一边 马思英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 不顾于实可法的约定 赶忙对福王表示效忠 并与高 黄 刘 卢等人在皇陵前 共同力士拥戴福王继位 接着 便以凤鲁总督和三镇总兵的名义 志书南京首辈太监韩赞州 宣布拥立福王 并派兵将福王迎至一征 连迎长江之北 实可法眼看生米即将主称赎反 值得违心地表示同意 5月初三日 福王朱游松在南京就任监国 15日正式称帝 改明年为洪光元年 南明的第一个政权洪光朝廷 虽然控制着淮河以南 全国经济最发达 人口最密集 而且受战乱影响较小的地区 拥有大约百万的军队 寄托着南方市民的中心热望 但它是以江南最为腐朽的官僚地主为基础 联合南逃的军阀势力建立起来的政权 不仅全盘继承了崇祯朝的各种政策 而且内部的纷争 政治的腐败更加严重 这就注定了其迅速父王的命运 洪光政权从成立之时起 各派势力便为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而纷争不已 福王就任监国后 依照庭推 任命石阁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为内阁首府 高宏扑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一并入阁办事 不久 又已将约广为礼部尚书 与前礼部尚书王夺同为东阁大学士 一并入阁办事 马世英虽然也被认为东阁大学士 监督察院又多于史 但仍督凤阳等处军武 朝中大权委 时刻法所掌握 权力欲极强的马世英 自是有定策之功 不愿落人之下 五月初八日 他动用一千二百艘船只满载士兵 从怀至江 在长江岸边上书劝进 请朱尤松登基称帝 并将此前商议拥历时 时刻法写给他的称福网友 稀不可置语的信件上称朱尤松 时刻法惶恐不安 指得于五月十二日 向朱尤松自行到江北都市 朱尤松称帝后 时刻法于五月十八日辞嘲而出 让出内阁首府的职位 离开南京 马世英便如其所愿 留朝辅政 成为内阁首府 掌控朝中的大权 马世英辅政后 六月间向洪光帝 推进其明令一案的好友阮大成 说他执兵 请皇上设其罪 认为兵部又是狼 这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高洪土 江约广 吕大器 陈子龙 左光斗之地 左光仙等东林 附设人士 异口同声地称 阮大成是逆案巨回 必不可照 并攻击马世英 推荐阮大成 是为燕党翻逆案 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辩 阮大成的启用问题 便被暂时搁置下来 但洪光帝 听马世英在推荐时说过 当初在蒲口与诸臣商议拥立 阮大成曾指出 坚决反对拥立路亡 主张拥立福王 因此对他存有好感 8月30日 洪光帝再次接到安苑侯柳作昌的推荐奏章 不经停意 便直接下旨 传声软大成为兵部天柱又石狼 不久又民间又千多余时 巡越江坊 再转为兵部作石狼 一年二月 尽为兵部尚书 执掌洪光朝廷的军事大权 东陵 附设人士将马世英 阮大成 使作燕党势力 并没有多少根据 马世英是贵阳人 万历四十七年 1619年 承进市 受南京户部主事 天启年间监囊中 历任延州 河南 大同之府 崇祯初年 千山西洋河道附施 宣服寻服 他的政治态度 是倾向东陵 附设的 铜东陵 附设人士多有网癌 是附设首领 张浦的好朋友 他之所以举荐阮大成 是为了报答 阮大成的知语之恩 马世英是在万历四十四年 与阮大成同中会试的 后来他在巡抚宣服时 习取公堂 溃疑朝中权贵 遭到镇守太监王坤的揭发 而被薛之浅述 流于南京 冲真十一年 1638年 阮大成也因流都防卵公结之初 而迁居南京郊外 遂与马世英同顶相连 结为密友 冲真十五年九月 宿舍人士 以重金贿赂四里太监 再次召周延如入京为首府 阮大成闻训 赶到扬州长江岸边 迎接周延如 送上大笔钱财 请求云其付出为官 周延如收下钱财 但顾忌阮大成名列一案 未敢贸然启用 让他从九费的官员中 推荐一名有才可用 而有相知的人顶替 阮大成推荐了马世英 马世英因此由数据户起 而出任奉卢总督 马世英出任洪光朝廷的首府之后 推荐阮大成就是对他此举的报答 并非因为阮是燕党分子 更不是为了掀翻议案 宏光朝廷除其用个别名列议案的废斥官员外 也没有掀翻议案的举措 阮大成本清流 原属东敌一派 后虽有八戒逢迎燕党的行为 但没有干过多少坏事 被列入筋定议案的名单后 他介于南京编剧演戏 结交朋友 以声乐自娱 过稿 吴英基 陈真慧等副社人士 又搞了一场流都防乱攻阶的签名运动 弄得他有口难辩 名誉扫地 但是 当副社人士凑前运动周延如的付出时 他为求自己的付出 还是奉送了一大笔钱财 尽管阮大成算不上一个智杰之事 但给他戴上逆案俱亏的大帽子 显然是太过分了 当时全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对立各方都面临着争取人才 壮大自己势力的问题 清军占领北京后 不仅留用大批投降过大顺军的官员 而且还礼拼明临议案的 元明内阁大学士方权 宏光朝廷的东宾 复舍人士却以门湖生气作为用人的标准 这种作茧自负而又未冤屈于的做法 实不可取 更有甚者 当他们看到马世英 阮大成受到洪光帝的信任 而难以扳倒之后 力捕左侍郎的吕大器 内阁俯臣江约广 高宏普 左都御史刘宗周 力捕尚书张身炎等人 竟纷纷要求辞职 尽管洪光帝一再苦苦挽留 他们仍然拂袖而去 即便如此 洪光朝廷内部的门户之争仍在继续 这是清兵攻占南京 方告结束 这种门户之争 极大的消耗了洪光政权的力量 洪光君臣大多极其腐败 洪光帝性格懦弱 又不思进取 即位之初还叫关心朝政 一再召对革臣 先后无需日或一日再召 过了一个月便召对见息 九月至十月 大学市江约广 高宏图相继辞职 书读得少 无法清采张奏的洪光帝 便为正于马世英 自已拱手听之 自此不负御闻正事 其实国用匮乏 洪光帝却不念时间 大肆挥霍 即位之后 不仅艳想毫无节制 还耗费巨资修建新宁宫 八月底 新宁宫落成 命大学市王朵为内殿书写一对赢点 约万事不如背在手 一年几件月当头 他便搬进去住 近期举备腰月 观赏月季之雅兴 当月 找到在洛阳逃跑时走散的太后 又现护 并 宫等部官员 三日内筹足三万金 已被赏赐 并领宫部修建慈宁殿宫太后居住 安置好太后 又忙于筹办自己的婚事 为此 洪光帝派遣宦官在南京 苏州 嘉兴 杭州等地挑选美貌的宫品 弄得旅景扫然 南京城中 家有年轻未嫁的女子 都急忙找个人家嫁出去 不择配而过门 嘉兴也是全程恐慌 不论贫富 良界 严丑 年龄大小 只要双方同意 即把女儿嫁出去 于是 不论白天夜晚 满常接近是嫁娶的人流 以至刑部即赛 后来 宦官从各地 选来一百五十名年轻的淑女 洪光帝已从中挑选了三人 但未及完婚 清军已逼近南京 洪光帝值得将这三名淑女 放回娘家 自己则逃离了南京 洪光帝好久贪杯 还喜欢观看传奇剧 八月 他召调教方阅级六十四名入宫 后嫌人数太少 又下令扩充 阮大成 杨文聪 冯可宗等 又从外地购集一批女龄充数 在大内演出 麒麟阁等传奇剧 洪光帝经常夜以继日的饮酒官具 有时兴起便拉起女龄去发泄心语 他身体肥膀魁梧 有时竟一日淫死同于两人 由于沉溺声色 洪光帝也喜好春方梅药 朝天宫倒是援迎进县春方 被认为太常少卿 江湖郎中正三山为之制作梅药 也得宠幸 制作春方 梅药的雀脑 蝉酥一息永贵 乞丐手旁一重一戒 铁黄书上贡 人莫敢犯 民间因此戏称洪光帝为 蛤马天子 以马诗英为首的文臣武将 生活都极其腐朽 任人为亲 马诗英之子 马西游白衣卓为多度千世 冲总兵官 阮大成的外甥张炳珍 也由四川安查复世 升任浙江巡抚 他们还卖官欲绝 贪污受贿 马诗英推行纳原制 规定同生交上足够的银两 不经考试即可取得生源的资格 后又推行纳柱公立 公开标价出卖中枢 代照 歼记 职方等官线 规定五英殿中枢九百两 文华殿中枢一千五百两 内阁中枢一千两 代照三千两 八供一千两 退职一千两 歼记 职方成千上万不等 所得钱款 名义上是用来资助军项 实际上都装住了马诗英的腰包 当时的民燕讽刺说 中枢随地有 督督满街走 奸记多如羊 职方健如狗 因其千年尘 八供已成首 扫进江南前 填色马家口 阮大成也公开卖官欲绝 门庭若实 他直言不讳地承认 某人求奸计 出汇金五百 不纳 再赠千金 以不纳 直至两千 有了钱财 他们便大肆挥霍 尽情享乐 马诗英整天待在家里 同立根和尚谈产 斗蟋蟀 人称蟋蟀相公 总兵官刘泽青 在淮安大清土木 建造建议王宫的连云甲地 和豪华庭园 整个南京的官身 也都沉浸在声色全马 寻欢作乐之中 一片醉生梦死的景象 崇祯朝的经言 蒋冠于皇 在当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里 不胜愤慨地描述道 有可疑者 国难出闻 厌看不彻 忽邻未必 生计杂陈 而俨然相滚 与于丸同其欢血 略无改容 近且家凌云之台 演彻夜之巨 怪诞银血 错除争齐 妇女若狂 通都甜艳 而一二领袖之家 揭具事业 争夺离远 彼此相斗 家童至于破额 掌力为之解分 如此景象 起伏诚实借户 吴三贵详青 与清兵入关 使社会矛盾 有关为原先汉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 和辽东地区的满汉民族对抗 向全国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的局势发展 宏光军臣出于阶级的本能 仍把农民起义军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 宏光地在 登吉兆 中吉指示李自成大顺军使燕姬扫地以蒙臣 龙于兵天而上志 及其三陵共愤 万幸同仇 号召臣民努力框角 助于敌开 据此 宏光朝廷制定了连鲁平寇 又称借鲁平寇的基本国策 幻想借助清军的力量 消灭农民起义军 与清朝分疆而至 以图偏安易遇 正是基于这个国策 宏光朝廷建立之后 就对清军采取步步退让的态度 根本没有恢复中原的打算 大顺军离京西撤后的两三个月内 基辅南部和山东 河南等地的明朝官身 纷纷发动反对大顺政权的判断 使这一带地区处于归属未定的无主状态 宏光朝廷却未曾举兵北伐 去收复这些失地 相反 时刻法于崇祯十七年 1644年 五月初任都师 奏景洪光帝册封高界为新平伯 刘泽清为东平伯 刘梁佐为广昌伯 静南伯皇德宫加封后绝 分别驻守于南极的瓜州 在近江苏扬州附近 首州 近安徽首县 淮安 珍州 近江苏一征 组成江北四镇 同时为驻守武昌的宁南伯佐梁玉 加封后绝 与江北四镇 共同组成一道江淮放县 以防大顺军的南下 却是荆棘南部 河鲁 玉等低于不顾 为了实现连鲁平扣的计策 洪光朝廷于六月间 派遣兵部右侍郎 捡右迁都于是左茂地 太普寺少卿马少语 总兵陈洪范作为使者 携带白银十万两 黄金一千两 断卷一万匹 作为筹写清平出兵的礼物 另携册封吴三桂为继国公 靠赏银一万两的告命 前往北京与清廷进行谈判 时辰出发前 洪光帝交代 谈判的起点是割让山海关土地 实行南北忽视 但给清碎币不得超过十万两 清廷刚入关 占领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之初 引兵力有限 实行的是得寸则寸 得使则齿之策 六月间 摄政王多尔滚 曾在文稿中申明 清兵入关非有负天下之心 是为旧中国之计 并不反对南方的汉族 官身府立嫌藩 共保江左 但需与清朝通和讲好 以顿木林之意 详清的明朝官僚 有不少是南方人 他们担心南北分治 将使自己与家乡的亲属骨肉分离 竭力怂恿清廷决策难争 清廷看到洪光政权建立后 一支巨手江淮以南 未曾出兵近战 大顺军西撤后 归属未定的基辅南部 及山东 河南等地 毫无进取之志 软弱可期 于是决心取兵消灭之 用武力征服全国 十月 左茂帝等人抵达北京 清廷无意同他们谈判 指责江南的名臣 突离皇帝 不承认洪光政权的合法地位 宣称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 十月底 多尔滚派三百名清兵 将三名洪光使臣押送南返 传递我要发兵南下的消息 北使议和失败后 洪光朝廷仍未改变政策 继续对清兵步步退让 崇祯17年 顺治元年 1644年 十月 清廷命阿几格率兵攻打陕西大顺军 多夺率兵南下 攻打洪光政权 后因大顺军在怀信发动反击 赴命多夺西晋 与阿几格共同驾击大顺军 当年12月 于是沈臣全看出 清兵已为尔朝复军复之分之名 近战烟 其之地 背后蕴藏着征服全国的野心 上书指出 鲁贼今日皆为国打仇 自东审施事三十年来 兵才好基于鲁 故贼起而成之 鲁贼逆不容诛 赴巧界复仇之名 严有焉 其 使我中国始终受鲁换野 故目前之策 防鲁危机 贼此之 朝廷的军事部署 应该节节皆为防鲁计 以防鲁为实着者也 此时 鲁光帝也已意识到 清廷征服全国的野心 对沈臣全的建议表示赞同 命兵不斥刑 由全力讨 贼转为防鲁危机 将抗清作为首要的集物 但是 善权的马世英 却置若罔闻 根本不予理睬 鲁光元年 顺治元年 1644年 正月 清兵汇聚陕西 石合法策划了一个北征计划 但这次的北征 并不是攻打清军 收复失地 而是帮助清军 去攻打大顺军 石合法给鸿光帝的奏书 清楚地道出了此举的意图 请命高杰提兵二万 与张继燕 兵部尚书 河北 山西 河南总督 直抵开 落 据虎牢 刘梁左铁防批 宿 就是说 高杰带兵北上到达开封后 将西向攻取清阳 洛阳 配合清兵在陕西攻打大顺军的行动 高杰在出师之时 曾给驻守黄河北岸的倾诉亲王豪格写信 说明他此次出兵是急于会合禁律 分道入秦 兼闯贼之手 但清廷早已定下消灭鸿光政权的决心 豪格因此对他合兵脚闯的建议未于理会 反而乘机进行劝降 高杰没有应允 一到河南隋州 暗中详亲的总兵许定国遂设计将其谋杀 然后叛将清郡 时刻法即往隋州安抚高杰不重 但却为派兵追讨叛将许定国 幕僚掩耳梅劝他渡河收复山东 遭到拒绝 又劝他西征收复河南 还是不听 再劝他烧留徐州一段时间 以为河北意识之网 他仍然坚持退报扬州 使两河的抗清意识大失所望 鸿光元年 顺治元年 1644年 3月 多多率清军由西安东行 准备暗原计划南下消灭鸿光政权 3月下旬 他率部攻去河南全省 然后向东攻破局 荡又破豪 4大举向南方挺进 正当清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时 主动撤离西安的大顺军主力 由李自称率领 自玉西进入湖广襄阳地区 主守武昌的宁南侯左梁玉 自度无力抵挡大顺军 便打出清军策的旗号 顺长江而下 声称讨伐马氏英软大成 行指江西九江 左梁玉病死 其子左梦庚 自称傅元帅 继续率师东进 面对西 北交际的形势 4月初 施科法认为尚有 指左梁玉部 不过玉除军策之间 原不敢与军府为难 若北兵 指清兵 一致 则宗舍可余 并指书马氏英 恳请选江天兵 以抵御清军的进攻 但马氏英没有回应 4月19日 洪光帝照对群臣 商议对策 大理四经摇四角 御士乔可聘 承邮先提出 左梁玉稍缓 北游吉 起乌彻江北兵马 故守怀 阳 控恶影 守 洪光帝同意这种意见 说 左梁玉虽不该兴兵 以避南京 然看他本上义死 原不曾反叛 如今还该守怀 阳 不可撤江防兵 马氏英 却坚持以防御 左梁玉为首要 集务之策 他对姚四孝等人 破口大骂 而被东林 由借口防江 欲纵左逆路范叶 北兵制 有何一款 若左逆制 则若被高官 我君臣独死而 别说 宁可君臣皆死于清 不可死于左梁玉首 四月初七日 他公然命 静南侯黄德公 从防御清兵的江北南车 注视于江南同林之敌港 在近安徽 同林东北 以恶左梁玉军 又将兵部 侍郎朱大典 卓北上书 与阮大城 巡访上江 清军因此得以顺利南下 于四月十八日 禁逼扬州城下 扬州城内 首预力量十分单薄 石河法组织城中军民分地聚首 二十四日夜间 清兵用西洋打炮 轰塌城墙 第二天 攻入城内 石河法自闻未死 后被清兵俘获 见真不屈 拒捕投降而被杀 表现了高杀的民族气节 清军屠城十日 杀死数十万人 扬州变成一座空城 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失守前后 洪光政权江北守军 未发一时 便纷纷投降 五月初九日 清军渡江 在金山 在经江苏镇江市区西北于 击败洪光的江防水师 郑洪魁 占领镇江 初十日凌晨 洪光帝与马石英 仓皇逃离南京 但因在利水 遭到当地士兵的抢劫而走散 洪光帝在永卫营的护卫下 逃到吴湖黄德公的兵营 意图组织指挥身边的大臣和部队 向杭州做战略转移 马石英则护送皇太后逃到杭州 十五日 波波率兵抵达南京 经营总督 新城博赵之龙率 闻吴百官贵营 几天后 黄德公的部将田雄叛变 谋杀黄德公 将洪光帝交给清兵 为期一年的洪光朝廷 致此复亡 六月初八日 马石英借皇太后一旨 在杭州拥立 陆王朱长老监国 第二天 陆王即按照马石英的主意 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议和 清兵置之不理 继续向浙江挺进 此前 陈洪范在初始北京返回途中 以写信向多尔滚投降 清军令陈洪范返回杭州 劝向陆王 马石英 阮大成 弃城而逃 陆王在陈洪范的劝说下 于六月三十日 率领群臣投降 七月 清涉正王多尔滚得知 江浙一带以不战而定 人命洪城筹委江南总督 会同多罗贝勒勒克德魂 古山俄真夜城 接管江南各地 令多多班师回朝 多多返京时 将洪光帝 陆王和在南京投降的王朵 前前一等洪光朝廷的高级官员 一并带往北京 一年五月 洪光帝 陆王和其他详清的明藩王 均在北京遭到杀害 洪光政权 虽然仅存在一年的时间 但其连补平扣的政策 却加速了大西政权的覆灭 张建忠率部于崇祯17年 1644年 正月由荆州西攻魁州 进入四川 六月攻占重庆 八月又驾成都 然后分兵攻去四川各府 州 县 及个土司 他在成都正式建立政权 开始仍称大西国王 不久称帝 定年号为大顺 以成都为西京 张建忠出身贫苦农民 没有多少文化 他所以重的 富有总决诸事之责的 左丞相汪兆林 不过是个同城出生 也就是秀才 并不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 因此 大西政权制定的政策 也出现许多偏差与事物 如对知识分子 以免开科取士 以免有严加防范 规定科举为中者 不得再相居住 以为秀才 在相会造谣声势 必须携家属入城居住 并十人一节 一家有失 连坐九家 又如经济上 入传之初 宣布免赴三年 随即仿照大顺政权的办法 实行追赃法奖 考略宗翻轨 七级大股富民 勒令书享 多则万金 少议千金 另外 大西政权 还严令搜捕 圆明士官 即位所士席官员 一律加以诛杀 这一系列举措 引起四川世子 官身的极大恐惧与不满 宏光政权建立不久 人民樊一横北 川山总督 就辅王英雄 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总督川 湘 云 跪地方 这两人皆为川几人 即分头率兵向四川进攻 第二年春 宏光总兵增营攻占重庆 其他宏光部队也攻占齐江 黎雅 叙州等地 四川境内的官身 地主 乘机发动反对大西政权的叛乱 杀害大西官员 张贤忠激分异常 认为蜀民与他作对 加紧进行军事扫荡 他看到四川官身 地主是反对大西政权的主要势力 而声援又多出身于这个阶层 便于大顺二年 洪光两年 1645年 11月 下令举行特科考试 将各府县声援 一律起送成都大辞司 继五千余人 然后带到卓锦桥全部杀掉 当月 他还发出除城禁绞之令 派兵到所下周县搜杀属民 连成都城内的居民 也一律杀绝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 就是自己陷入孤立的困境 清军摧毁大顺政权后 多次派人招负张贤忠 遭到张贤忠的坚决拒绝 顺治三年 大顺三年 1646年 正月 清廷命宿清王豪格为靳远大将军 统帅大军征较四川 大约在十月间 张贤忠的部将刘锦忠 盼头清方 皆引清军入川 张贤忠放弃成都 率部出走北川 一年初 在西重凤凰山遭遇清兵 张贤忠被射杀 将士牺牲数万人 余部在张贤忠的四大将领 孙可望 刘文秀 李定国 爱奇能等的率领下 经重庆 遵义 转战贵州 第三届 农民军余部的联名抗清 与南民的抗清斗争 顺治二年 永昌二年 洪光两年 1645年 五月 李自成被地主武装杀害 洪光帝也被清兵俘获 清朝的两大对手 已被彻底打垮 执掌清朝最高统治实权的 摄政王端滚自认为兵强马壮 天下无敌 即刻暴露出征服者的凶残面目 进军途中 稍遇抵抗 并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继扬州十日之后 又演出家定三谱 以及在无锡 宜兴 长鼠 湖州 绍兴等地进行一系列野蛮捕路 就连一些投降的军民 也往往被杀入一空 清朝入关之后 陆续施行圈地 投冲和陶人法三大恶政 攻占西安和南京之后 三大恶政愈演愈烈 使民族矛盾进一步计划 清朝的圈地 实行于顺治元年 1644年 12月 宣布圈战进京各州县人民 无主荒帝 及民国皇亲 驸马 公 猴 伯 太监等死于扣乱者的田地 实际上 不仅无主的皇帝 就连有主的属地都被圈占 而且土地已被圈占 地上的房屋和财产也都一概被夺占 这些圈占的土地 统称为旗地 除皇帝设立的皇庄 其余分配给宗室 王宫 官员 和八旗兵丁 第二年十月 又进行第二次圈地 将范围扩大到河坚 兰州 尊华等赴县 顺治四年第三次圈地 再将范围进一步扩到 顺天 宝定 义县 永平等42个州县 后来 随着八旗兵被派到各地住房 圈地也扩大到山东济南 德州 临青州 江北徐州 山西太原 陆安 平阳 蒲州等地 直到康熙24年 1685年 清廷颁布 似后不许圈的预制 圈地放告结束 在施行圈地的地区 许多汉族农民 丧失土地和产业 而占有土地的满洲贵族 和八旗兵丁 又不从事耕作 清廷于是又打出 为平民意识开生路的幌子 于顺治二年 1645年 四月下令听民人投冲旗下为奴 让失去土地的汉民 投入旗下充当奴仆 为之耕种土地 投冲起初还是自愿的 而且仅限于平民 后来许多满洲贵族和八旗官兵 往往凭借权势 强迫附近的汉民带地投冲 发展到不论贫富 相律投冲的地步 投冲之后 这些汉民就沦为农奴 失去人身自由 而且子孙也得施代为奴 直到乾隆四年 1739年 发布禁止汉人带的投冲旗下 为奴的命令 这种强迫性的投冲方告停止 明朝末年 清兵在辽东和深入基辅 山东 山西等地的几次战役中 除掳掠大批财物 还俘获大量汉民 分赏给八旗官兵充当奴仆 总数至少在百万以上 不少人因忍受不了残酷的奴役和虐待 纷纷逃亡 入关之后 清军又在征战中俘获大批人口 加上圈地和投冲 被以为奴的汉民数量俱增 逃亡现象也愈演愈烈 清廷于世又制定严禁奴仆逃亡的陶人法 顺制三年 1646年 规定陶人编一百 归还本主 隐义之人正法 家产集美 邻里各编一百 留习边缘 此后 又涉立兵部都补衙门 专制击捕陶人和盗贼 后来 陶人法屡经修订 但都贯穿着 宝城陶奴 严城窝主之原则 陶人的击捕 给汉族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 一个逃奴的激活 往往牵连到一二十家 甚至五六十人 弄得他们倾家荡产 奸恶无赖 贪官污吏 又往往成绩陷害无辜 借以涂财害命 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除了三大恶症 提发令的施行 更是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清兵在辽东地区 曾推行强迫汉人 替法改制的命令 强迫当地汉人 按照满族的风俗习惯 替法一服 山海关战后 多尔滚又下令 沿途各州县的官民 都需替法流便 进入北京后 此举便遭到汉族居民的强烈反对 在朝的汉族官员少有遵命提发的 不少官员甚至冒着性命危险 护法难逃 击辅百姓则长急干抗拒 为了稳定人心 布尔滚不得不再顺治元年 1644年 5月20日发布预旨 自治以后 天下陈明照旧书法 悉从其变 但到次年5月 大顺政权和宏光政权 相继被摧毁后 他认为天下大定 便前使予于亲王都夺 命令各处文武军民 进行提发 倘有不从 以军法从事 15日 又遇礼部 自今布告之后 京城内外宪寻日 直立各省地方 此部闻到日 亦宪寻日 禁令提发 遵义者为本国之民 持义者同一命之寇 避之重罪 若规避习法 巧思争辩 绝不清代 地方官府的文稿 甚至有留头不留法 留法不留头的规定 7月 清廷又下令一官 接一尊本朝之治 即改川满族的服装 替法另一般补 立即引起广大汉族人民的 强烈反抗 南直立的江阴 家顶 昆山 吴松 厄与婉交界的 阴火山区 满南和陕西各地百姓 纷纷举起抗清的意气 民族矛盾极举激化 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社会矛盾 就在江南地区 抗清风起云涌之际 南方的汉族关身 帝主又相继拥立唐王朱玉建和鲁王朱以海 分别于洪光元年 1644年 论六月 七月 在福建福州 浙江绍兴建立龙武政权 鲁金国政权 树起抗清的打击 鲁金国朱以海 自小在王宫长大 过贯朽荒野的生活 就任建国后 不顾狄临门庭 仍然单于义乐 整日调弄声色 君臣兮兮 他重用皇亲国旗 未能协调这东各支抗清队伍之间的关系 有盲鱼与龙武政权互争正统 不能有效地阻挡清军的攻势 鲁金国就位不到一年 绍兴击北清军攻占 自己则在部将张明镇等人的护卫下 逃亡海上 龙武政权 是第一个举起抗清旗帜的南明政权 龙武帝朱玉建在崇祯九年 1636年 清兵未犯时 曾以唐王身份 轻率南阳唐王府的护卫军北上秦王 违背明廷布取藩王善离封帝的规定 被明司宗费为庶人 囚寄于凤阳的宗室监狱 直到洪光帝在南京登基才被释放出狱 受命洗住广西平乐府 一年五月 洪光政权垮台 朱玉建议行至杭州 遇到赤金口中撤来的静武伯郑洪魁和一批文官武将 请他入敏筹办监国 论六月初六日 南安伯郑之龙等护送他进入福州 次日 他正式就任监国 论六月二十七日 即皇帝位从七月初一日起改缘龙武 在南明朱棣中 龙武帝是稍有的一位 想有所作为并有一定政治眼光的人物 他以中清明朝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并坚持抗清斗争 即为十天后 他下令诛杀清朝派来招下的使者 并斥予群臣 震惊痛念祖灵 痛念百姓 狂以污我宗庙 害我子民 淫略剃头如在水火 表达了坚决抗清的决心 龙武政权的建立 得到了梁广 赶南 湖南 四川 贵州 云南等地南民官员的承认 但是 朱玉健毕竟是一远翻子孙入籍大统 而且一年之前还是个被求的唐书人 既缺乏自己的班底 也没有足够的名气 号召力极为有限 因此不得不依靠畅间拥厉的福建十权派人物 郑之龙 郑洪奎兄弟 郑之龙原始海盗商人 即所谓海寇 崇祯年间接受明廷的招服 后 借为明廷争搅海寇的致机 逐步清除自己的海上对手 龙断敏 越一代的对外贸易 积累起大量财富 龙武政权建立后 龙武帝因其拥厉之功 封郑之龙为平武后 郑洪奎为静武后 并封其族旗 莽将施余人为厚伯 内外大权 于是静归郑之龙 郑之龙之所以拥立龙武帝 不过是想借助龙武朝廷的民意 来巩固自己在福建等地的独尊地位 根本没有为朝廷谋恢复 驻忠亲之志 他凭着自己手中的雄厚财力 骄横跋扈 不仅不愿捅兵出敏 与清军作战 而且极力阻挠龙武帝的清征 首席大学士黄岛州 见郑之龙无精掠治 尚书自请出征 郑之龙拒不拨给精兵 也不发给足够的良想 结果导致黄岛州在晖州 勿源的失败被俘 被借送南京 遭红城仇杀害 龙武二年 顺治三年 1646年 八月 清兵占领这东后 向福建杀来 郑之龙决意详清 令其部将撤回驻守仙侠岭的部队 使清兵得以从容过关 进入福建 龙武帝闻之仙侠岭失守 自严平 经福建南平出奔 于八月二十八日 在庭州 今福建长厅 被清军复杀 龙武政权至此覆灭 九月 清军占领福州 派人到南安安平 招降郑之龙 郑之龙不顾其子郑成功的反对 带着五百名士族 到福州向清军投降 郑成功岁于十二月 率陈辉 张静等九十余人入海 定盲于烈雨 小金门 选走南澳招募三百人 一驻鼓浪雨训练 奉龙武征朔 组织起一支海上抗清武装 龙武政权 除在福建展开抗清斗争 龙武帝任命的地方官员 何滕娇 赌印西 还联合大顺军余部 在湖黄地区共同抗清 永昌元年 顺治元年 1644年 五月 李自成在湖黄通山间九宫山牺牲后 他所率大顺军主力之余部 由田建秀等部将带领 南下湖黄平江 柳阳地区 与龙武政权任命的湖黄总督 何滕娇 达成合营抗清的协议 但何滕娇仍对农民军 怀有强烈的敌意和猜忌心理 他拉拢元大顺军地位较低的好摇旗 王金才而排斥 其是元大顺军中地位较高的田建秀 元总督 张奈 刘体纯 吴如意等将领 最终迫使田建秀等人率部北上 至荆州地区与另一支大顺军余部会合 另一支大顺军余部来自陕北与宁 甘 清地区 他们在西安失守后 由李自成支持李锦 元明李过 七弟高义工率领 经汉中南下 到达湖黄荆州一带 与田建秀等部会合 这时 龙武政权任命的 湖黄巡抚赌印西建民族矛盾 已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 意识到 唯有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 才有实现忠心的希望 他亲自前往荆州与李锦 高义工谈判 达成共同抗清的协议 将其部队改编为中真营 赌印西随即与中真营 一起对荆州发动进攻 并请求和腾交率部 由越州 金湖南越阳 北上 惠师武昌 主厄清军力量比较薄弱 驻守南京的清平南大将军 厄克德魂级盲率 冰速将其上 于顺治三年 龙武两年 1646年 正月到达武昌 然后派出一支部队 南辖越州 阻击和腾交的部队 迫及退回长沙 自己轻率主力直去荆州 于二月初分兵两路 直冲中 真营营累 李锦等猝不及防 大败西扯 退入川厄交界的三峡山区 后转至厄西北的奎东 龙武政权覆灭后 南方的明朝官身 又在龙武两年 顺治三年 1646年 十月和十一月 分别在赵青 广州拥立贵王 朱油郎 龙武帝之地 许封唐王 朱于厄为监国 魏征正统地位 朱于厄 抢先在十一月初五日称帝 建立少武政权 朱油郎文训 也于十八日称帝 建立永利政权 此后 全国抗清斗争的中兴 就由东南沿海 转移到中南和西南一带 在广东并立的两个南明政权 虽然都以抗清为旗帜 却彼此互征正统 又水火不容 互相攻杀 明将将李承栋 趁机带领一支清军 从福建京江西杀向广州 十二月 清军占领广州 少武帝朱于厄 背负四溢 建立仅一个多月的少武政权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灭亡啊 清军占领广州后 随即西向禁逼赵清 追击永利帝朱油郎 迫使他几次辗转迁徙 从赵清逃至桂林 泉州 再逃至湖广武冈 依附于军阀流成印 明将将孔友德等率领的清军 于永利元年 顺治四年 1647年 春入乡进角南明珠部 已被永利帝 受为大学史监督师的河腾交 对南明珠将截止无能 一窥千里 八月 清军进攻武冈 流成印企图挟持永利帝向亲 永利帝连夜仓皇出逃 游金盗走广西柳州 河腾交 郝瑶旗等部 退入广西 永利帝因大学史监兵部上书 徐氏寺之请 重新回到桂林 永利二年二月 明将将孔友德 耿仲敏 上科技率部 由胡广京广西泉州 向桂林推进 永利帝不顾徐氏寺的反对 于三月初十日 带着几名大臣逃往南宁 就在永利地步步难撤 秦始危机之时 一些详清的明江 纷纷反清归名 持永利朝的局势 暂时得到了缓解 先是江西的今生还 王德仁为清廷平定江西 大部分地区后 因清廷坚持重满清寒 重辽东救人 而清主关心腹人员之策 仅被受为总兵 负总兵之职 受制于清廷派来的江西 一群辅章于天 心中感到愤愤不平 随于永利二年 顺治五年 1648年 正月反正于南昌 攻占了九江 广东的里城 洞率清军迭克福建 梁广之地 自认为战功卓主 却只得到一个梁广提督的头衔 而和他一道 游敏入越的汉军总兵同杨甲 尽管手下没有多少军队 也没有多大战功 却因出身于辽东世家 其辽东旧人 被受为梁广总督 兼广东巡抚制止 处处对里城栋进行监视 里城栋因此十分不满 也在永利两年四月 反正于广州 在此前的三月间 北方又发生了甘肃回民 米拉印 丁国栋的反清起义 八月发生了刘泽清 李化金的反正抗清 与余元军的反清斗争 十月 山西的江江又在大同骑兵反正 第二年二月 王永强等也在陕北骑兵反清 江西 广东两省的反正闺民 迫使深入乡 贵得孔有德等部清军 做出战略上的撤退 赌印西 王金采 何藤娇 郝姚齐 纷纷率部出击 赌印西还亲至奎东 请回中阵营入乡作战 他们分头作战 相继收复了大铁师弟 抗清形势逐渐好转 永历帝也回到了赵庆 但是 永历政权并没有趁此掀起更大规模的抗清斗争 继一步扩大战果 相反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 时而前进 时而后退 何藤娇也于永历三年 顺治六年 1649年 再相谈为清军所复杀 永历政权的抗清斗争 之所以会屡其屡服 主要原因是 朝廷腐败 内部矛盾重重 缺乏一个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坚强领导核心 永历君臣 或是纵情声色 荒淫无度 或是分党分派 争权夺利 在广东李承栋反正之前 使大学士趋势寺等人同广西南巡军阀 信国公陈邦府之间的矛盾 李承栋反正之后 起初是未曾详情的护从之臣 即所谓西勋 同反正来贵的广东文官武将 即所谓东勋 之间的矛盾 后来又逐渐演变为所谓的无除党争 除党的主要人物 有都于是袁鹏延 副都于是刘香克 给是钟金宝 即丁普魁 蒙正发等 他们外联总部军务兵部尚书 徐十四 内是反正功臣李承栋 因为出头露面的丁 蒙 原都是胡广吉 故被称为楚党 所谓无党 是楚党对反对自己独揽朝政者的无称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 并不存在 无党主要人物 由大学士朱天林 王化成 互部尚书吴真玉等 他们外界读师大学士读印西 庆国公陈帮复 内阶长及一位式的左都督马吉祥 及宦官势力 两派为争夺朝廷的权力 展开激烈的斗争 后来又衍生出 关于如何对待原来的农民军问题的意见分歧 以河腾娇为代表的部分南民官身 对执行联名抗清的原农民军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 妄图依靠残民的文武官员来实现中心 以朱天林 王化成 赌印西为代表的一些有识知识 认为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 只有联合农民军与部才有负心的希望 由于永历朝廷的指挥无能 加上激烈的党争 南民军队在战场上不断遭受挫折 永历四年 顺至七年 1650年 正月 清军攻占南雄 打开广东门户 永历地逃往吴州 到11月 广东已基本落入清军之手 桂林也被攻占 徐十四被俘 于润11月不屈就义 在清军的步步进逼之下 永历地屡屡后撤 从吴州京群州 经广西贵平 逃至南营 退入广西的中真营 处处受到排挤 李锦并死于南营 高一公与李锦之养子李来亨 最率中真营主力北上 辗转返回奎州 与刘体纯 原宗帝等会合 继续进行抗清 永历五年二月 清兵由柳州南下 南宁岌岌可危 任郡云贵的大西军渝部 孙可望派人率静旅 将永历君臣 接到贵州安隆迁护所 并将安隆改名为安隆府 予以安置 大西军渝部 是在张浅忠牺牲后 由其四大将领孙可望等 率领南撤云贵的 在南撤途中 他们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 一是停止万杀无辜的残暴政策 二是改反名为庸民 联名以抗清 进入云南后 又采取一系列措施 对全天进行治理和建设 使云南成为联名抗清的后防基地 大西军渝部的四大将领中 孙可望年岁稍大 有读书师子 地位和威胁也较高 被推为盟主 主持军政中午 眼看全国的抗清形势不断恶化 孙可望等人决定出丁抗清 出兵之前 孙可望派华英殿学士杨卫之等人 于永历三年 1649年 二月赴广东赵庆 请求永历朝廷 加封他为亲王 一些大臣坚持明朝 没有异性封王的先例 加以拒绝 后在读印西的坚情之下 才策封孙可望为二子王廷辽王 明治以子王为亲王 二子王为郡王 敌亲王一等 但未等杨卫之带回平辽王的赤书 孙可望却早已得到秦王的救赎 原来 驻守循州的陈邦府 因担心驻扎在附近的中真营会对自己构成威胁 想借助大西军余部来对抗中真营 便利用永历地颁给的空斥 填上册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文字 派人送到云南 直到杨卫之返回云南 孙可望才知道上当受骗 感到无比的愤怒 孙可望尽管对永历朝廷十分不满 但仍决定出钉抗清 当时的云南与清朝占领区之间 是南明军队控制的川贵等地 只有先控制这些地区 大西军才能抵达抗清前线 永历三年 1649年 8月和4年8月 孙可望派白文选两次进入贵阳 接着 李定国也来到贵阳 后来 孙可望又亲捅大军进入贵阳 从而控制贵州全境 并改变了当地军阀的武装 永历五年 孙可望再派刘文秀分兵两路入川 手边四川南部的军阀部队 并与以大顺军余部为主体的 奎东抗清武装建立联系 而后 对前 川大理加以整顿 从而扩大了抗清基地 永历五年 1651年 2月 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从南宁迎入贵州 3月 永历帝被迫承认 陈邦复教兆册封孙可望为秦王的赤叔 孙可望是个政治野心家 他之所以赢家 是为了将永历帝控制在自己手中 携天资以令诸侯 由自己来接管永历朝廷的权力 充当抗清斗争的领导核心 在派人迎家的同时 孙可望正式自称国主 在贵阳设立行营六部 迎来永历帝后 便将他安置在偏僻的安农府 实际上是把他软禁起来 尽管如此 但永历帝正式承认 册封孙可望为秦王的赤叔 和驻臂贵州安农府 毕竟石永历朝廷实现大换血 为之注入了新的活力 南明的抗清斗争 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顺治八年 永历五年 1651年 九月 新庭命乌三贵和顾山俄真理国汉 捅兵入川 第二年二月 又命孔友德 率部从广西杀向贵州 孙可望决定分兵两路展开反攻 一路由刘文秀率领 进攻四川 刘文秀率四五万人入川 攻克旭州和重庆 收复四川大部分地区 但由于轻敌麻痹 在宝宁 经四川浪中 被吴三贵打败 另一路由李定国率领 进攻相贵 连续收复武冈 静州 经湖南京县 宝庆 经湖南少阳 等地 并先后在广西泉州和桂林 大败孔友德 孔友德 为罪自杀 清廷吉令锦亲王一堪 帅十万大军来攻李定国 却被李定国设服击败于恒州 尼堪在恒州城下当场毕民 但是野心膨胀 而又心胸狭窄的孙可望 却害怕李定国功劳过大 会威胁到自己的国主地位 密令准备与李定国夹击 攻取恒州的冯霜里退师宝庆 李定国在击败尼堪后 值得收兵撤退 接着 孙可望又密谋 以召开军事会议之名 拘捕李定国 李定国得到密报 于永利七年二月 率领部中退回广西 孙可望 刘文秀 李定国等 在西南掀起抗清高潮之时 鲁坚国 郑成功也在东海沿海 坚持抗清活动 鲁坚国在绍兴失险后 由部将张明镇护送 渡海到达舟山群岛 后被永胜伯正采 接到福建中作所 经福建厦门 再次长远 又重振雄风 后返回浙江 入居舟山 驻兵舟山群岛 与温州的三盘 并与宁波府的四名山寨 一兵相联络 不仅对清廷在江浙的统治 过程重大的威胁 而且牵制了清军的主力 从而为正成功势力 在东南沿海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单致鲁坚国六年 顺治八年 1651年 周山城破 他值得在张明镇 与监军张黄炎的护送下 再次逃往正成功控制的中左索 后遗址金门 鲁坚国七年三月 他主动放弃鲁坚国名号 接受永利朝廷戒指 与正成功合作抗清 正成功起兵后 最初活动于闽南沿海地区 并改奉永利为征硕 永利四年 1650年7月 他登陆厦门 逐步统一正之炉的旧部 并继承和发挥正式家族的传统 大力发展海上贸易 以所得利润 充作抗清的经费 随后 即以厦门 金门为基地 大力扩充军队 并发挥其长余海战 金鱼奔袭的特长 多次击败清军 清廷以正之龙为筹码 多次招服正成功 正成功便解和谈之机 派部将往福州 新华 金福建蒲田 泉州 张州等地争良争享 将队伍扩充至十几万人 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一支抗清武装 鉴于以往各支抗清队伍各自为雄 以与北清军各个击破的弊端 南明市里秘密策划于永历八年 顺治十一年 1654年 发动两大战役 第一个战役是由李定国策划 经与正成功联络之后定下的 计划由李定国与正成功会师 收复广东 进而夺取敏 干 这 苏之地 第二个战役是由清朝辖区内隐蔽的负名分子 前千亿 前江后仍秘密从事反清复明活动 姚志拙 朱玄谷 贺王胜等人秘密策划 经东西联络后 由孙可望决策形成的 计划由东南沿海的水师进入长江 刘文秀率西南明军主力东下 合集长江流域的清军 收复江南地区 但广东之意 因正成功另有自己的算盘 不肯真心实意同李定国会师 长江之意 又因刘文秀担心孙可望发动宫廷政变 未能挥师入楚 从而错失了良机 自此 明清战局发生逆转 南明再无复兴之网 孙可望的政治野心 随着元大西军余部力量的发展 而不断膨胀 秘密策划了一个逼迫永立帝善让的阴谋 永立帝为了自身和朝廷的安全 急忙密持李定国前来安隆府救驾 孙可望察觉后 下令逮捕永立帝身边的首府 吴贞豫等十八人 或林池 处斩 或勒令自杀 李定国自广东败回广西后 随于永立九年 顺治十二年 一六五五年 将永立帝牵制昆明 并派人全说了孙可望摒弃牵贤 共土复兴 但孙可望毫无悔改之意 竟于永立十一年 秋青率十四万大军 向云南发动进攻 兵败之后 又逃回贵阳 携弃子至长沙 向红城愁投降 清廷因此禁止云贵内部的趋势 于次年春季分兵三路 从湖广 四川 广西 向贵州发动进攻 南明军队顽强抵抗 但仍无法抵挡清军的攻势 主动撤出贵州 永立帝帅文武百官撤向滇西 后来在清兵的追击下 又逃入缅甸 永立十五年秋 吴三贵帅十万大军入缅 逼迫缅甸国王 交出永立帝 押回云南 一年四月 将永立帝处死 南明最后一个朝廷 致辞灭亡 李定国文逊 大兵不齐 并逝于云南景线 一代英豪 终于机智已末 原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 至此结束 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地区的同时 也在东南沿海地区 加紧对郑成功的争较 郑成功乃于永立十五年 顺治十八年 1661年 二月 率尸渡海东征 收复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 我国神圣领土台湾 作为抗清基地 以图在起 抗清三年 1664年 清军公婆奉勇立为征朔的 奎东抗清基地 延续二十年之久的南明抗清势力 因内部的重重矛盾 力量分散 勾心斗角 互相削弱 中北人数不多 而又彪悍的满洲贵族 勾结汉族官身 地主各个击破而告灭亡 作为大明王朝鱼迈的南明朝廷 及其异响 也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促路 明子宗为何称为亡国之君 一 天启七年 1627年 八月 明子宗朱游俭 根据其凶民七宗朱游孝的遗诏 入籍大同 面对朝政腐败 国库空虚 军事败坏 灾荒贫伐 内忧外患病生的危局 他锐以求之 在即位赵中宣布 这已冲人统成红叶 祖公宗德 为之服于典章 励志民间 将求疑于通便 辟尔中外文武之贤 协于古宫耳目之用 光招旧序 欲貌新游 表示在遵守组织的前提之下 将针对现实的状况 对励志民间问题实行改革 以求实现光招旧序 欲貌新游的忠心之志 继位后 他已改明神宗 西宗 长期待政的恶习 也以继日的勤力政务 从不懈怠 也以明神宗的穷奢吉遇为戒 崇尚简朴 不耳声策 积极支持引进西方的天文立法 和火炮技术 并以潜移默化的手段 一举铲除为中前燕党集团 弦露出些许忠心的曙光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然而 在追求明朝中心的过程中 他却日渐陷入心于立出的困境 不仅立志民间 将求疑于通编的诺言未能兑现 而且出现了全面深刻的社会危机 朝廷内外的党派之争愈演愈烈 官外之地几乎近视于清军之首 农民起义的风火更是烧到了北京城下 自己最终也落个混沌眉山 经北京景山的下场 一向自视甚高的明司宗 对这场忠心之梦的破灭 始终感到难以理解 他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而是归咎于手下的文臣武将 崇祯八年 1635年 明司宗因凤阳皇陵 被翻下最继照 在最继的同时 还不忘劫难文武诸臣 指责他们夸扎的人 实功喊购 诸臣失算 崇祯十七年二月 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 渡过黄河横扫山西之时 他更是指责臣辽 朕非亡国之君 诸臣皆亡国之臣已 到三月 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 他自以前 还在一经上愤然写道 朕良德秒功 尚感天就 然皆诸臣勿阵 至死都不承认 自已是亡国之君 明朝灭亡后 史学界对明司宗的评价 多持否定态度 但也有些论者对他表示同情 甚至为他开脱 辩解 赞同其非亡国之君说 清代官修的明史 称明之王 实王于神宗 并从明清一代为历史 必然的宿命论观点出发 说明司宗成神 其之后 凯然有为 即位之初 陈姬独断 溢出坚毅 天下想望之平 几乎大事已轻 积极难挽 再平则门户纠纷 江场则将交足夺 兵凶四高 流口蔓延 遂之溃烂而莫可救 可谓不幸也已 作其运移 身离祸变 岂非气数使然在 近年更有学者援引明清史学家 孟森思宗 而在万历以前 非亡国之君也 在天启之后 则必亡而已的论断 进而推论 是历史 让崇祯皇帝 演出了一个 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明司宗及其同情者的 这种种说法 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 先说明司宗的 诸臣物贞之说 明司宗不像明英宗 明神宗的幼年继位 军国大政有俯臣决断 他继位时 虽说虚岁时期 十灵不足十六 但却太压独操 沉积独断 不论大小政务 人事变动 生杀与夺 皆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明朝之王 周延鲁 温匹人 雄文灿等大臣 固然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作为掌握实权的最高君主 不是更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吗 再说 明史的明时亡于神宗之论 毫无疑问 明神宗亲政之后 对俯臣张居正进行清算 使改革风气当然无存 除一条边法之外 改革成果进负东流 由此引发的翻案风 又开启官僚队伍的门户之争 导致统治阶级力量的分散与削弱 而明神宗九 色 财 气的极度膨胀 又导致其长期待证 造成政局的混乱 边防的废齿 他大量赏赐诸王 公主田地 又加剧了土地的煎饼 他大肆挥霍 穿梭躺金 聚敛财火 掏空国库 刮进明支 更导致明变与兵变的贫乏 为后金 崇祯九年改国号为清 的崛起 提供了可乘之机 所有这一切 无不埋下明王的祸根 不过 明朝毕竟没有亡于明神宗之首 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再看孟森的论断 他明确表示 明司宗在天启之后 则必亡而异 并无否认 他是崇祯朝的王国之君的意思 而说明司宗如在万历以前 非王国之君也 不过是种假设 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 都是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 万历以前和天启以后的历史环境 时代诉求大不相同 谁也无法预料 明司宗如果在万历以前当权 会有怎样的作为 再说气数使然 也就是历史使崇祯皇帝 演出一个非王国之君的 王国悲剧问题 所谓气数 指的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它确实与朝代兴衰密切关联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但这不等于说人们只能听天由命 毫无作为 否则岂不等于认同的宿命论 取之 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人的努力 虽然难以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 却可以起到延缓或加速的作用 明朝末期 朱明王朝的统治 却已病入膏肓 正在滑向灭亡的末路 但是 它究竟在何时灭亡 则是其最高君主的所作所为而定 不可一概而论 其实 明司宗受人赞誉的勤于政务 崇尚简朴的品质 不过是任何阶级社会最高掌权者 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但仅仅具备这些基本素质 并不足以治理好国家 更不要说挽救危惧了 明司宗在即位之初 虽然诸出了魏忠贤燕党集团 而备受好评 但他却有始无终 不久又重新启用身边亲戚的太监 培植忠于自己的宦官势力 导致政局的混乱 这恰好说明 他是个空有忠心之志 而缺乏忠心之才的另一类昏庸君主 在封建社会里 任何王朝的最高君主 要想治理好国家 特别是挽救兵临威王的局势 不仅要有远大的志向 而且必须具备深远的目光 开阔的视野 高度的智慧 坚强的意志 雄伟的气魄和高超的治国能力 能够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从而制定出长远的治国方略 采取妥当的政策措施 但是 明司宗虽然锐以求智 却缺乏治国理政的才感 没有认识到 明末深刻的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 找到解救危局的办法 除了在即位赵中提出励志民间 将求疑于通辩这个笼统抽象的治政构想之外 他始终没能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治国方略 他的治国理政也就缺乏长远的战略筹划 只能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左右摇摆 举其不定 他自小在明末环境险恶的深功力长大 养成刚愎自用而又多一善变 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 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 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安的性格特点 往往导致其军国大师的决策失误 挫置失当 从而加速明王朝的父王终于酿成了历史的悲剧 二 那么 明思宗究竟在哪些军国大师上决策失误 挫置失当呢 首先 目光短浅 未能抓住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 及阶级矛盾 采取有利的措施加以缓解 而是刻意理财 促使其进一步激化 导致其异的烈火越烧越旺 终止不可收拾 明思宗即位之时 面临着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三大尖锐的社会矛盾 就东北地区而言 以后京 清 为代表的女真 崇祯八年改租名为满洲 贵族和移民王朝 为代表的汉族人民的民族矛盾 以上升为当地的主要矛盾 官内的广大地区 则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 居于主导地位 正是尖锐的阶级矛盾 决定着整个政局的走向和民王朝的命运 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的社会矛盾设法缓解 才有望使刚刚爆发的农民起义得以平息 从而解除后顾之忧 集中全国的力量 对付后京 清 的进攻 并且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 这种党争很大一部分 是由如何应对农民起义和后京的进攻而引起的 实现忠情之志 但目光短浅的明思宗 见不及此 并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的社会矛盾 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缓解 明末阶级矛盾的极举计划 主要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僵化腐朽 官场探风的强烈赤胜 土地的高度集中 富以争点的过分磕重 水利涉事的年久失修造成的 广大农民因而陷于极端贫穷的困境 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只得铤而走险 揭竿而起 其中的许多问题是长期积累的顾忌 不是一直照令就能马上解决的 但富以争点的过分磕重 却是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缓解的 但民词宗客与理财 其极未兆 虽然表示对民间将求疑于通便 随后开列50款大赦新政 其中的第八款规定 免隔省不禁下税秋两 即杂项课税一年 难直立 浙江等十三省免天启元年 1621年分 北直立免天启二年分 内宫物料 泽南直立 浙江等十三省免万历四十六年 1618年分 北直立真 保 顺 和 广 大六福免万历四十七年分 顺天 永平两福免天启二年分 以后年分找长征解 第九款规定 免天启元年分 以前拖欠家派钱两 免拖欠万历四十八年 以前金花银 第十款规定 免天启元年以前 各地永辙 即应在折收银两 第十一款规定 将清查民间丁口 捐免无丁 而被破缴丁两者 第十二款规定 尽由私不得于征收赋税中 加重刻法 第十六款规定 解官 解户借到眷布施养 不合格者 卓梁从款验收 第四十七款规定 捐免浙江 福建 苏 松 常 镇 辉 明 阳 广等处 拖欠万历四十八年以前 遂造断屁 第四十八款规定 捐免各地 拖欠天启元年以前 皆思思无聊 但这些捐免的 多是拖欠多年 而无法征收的税客 至于夏秋两税 这两项赴税中的主要税种 最多只免至天启二年 有的地方则只能免到万历四十七年以前的欠额 这就意味着有些地区拖欠了八年之久的税客 仍将继继续追缴 至于近五年的正税 以毫一离都不得歼免 口患实不至 等于画饼冲击 继位之后 明思宗虽然轻蔑民间 一再表示 滋滋民力艰苦 肆于休息 连年加牌落役 东西水汗平整 伤困一扰 民不聊生 震慎米烟 但他在位十七年 仅有以下寥寥可数的几次停止制造 绢免不负 禁止私派的举措 即崇祯元年 1628年 二月停苏航制造 四月静有私私派 九年三月 绢山西北塞州县新旧二乡 五月免金类五年以前不负 十一月绢山东以前不负 十二年八月免唐县等四十州县 去年填租之版 十三年三月 免河北三省不负 十五年征月免天下十二年以前不负 与此同时 明司宗又不顾百姓的死活 加重赴税的征派 崇祯三年九月 兵部尚书梁亭东以兵士部族为由 请求征派填赴 经户部尚书的策划 乃于万历末年 每亩加征九历了想的基础上 在加征三历 从崇祯四年开始征派 继征银6679208两 加上干年疗想中增派的杂项 严克 关税等向银两 干年疗想总数高达10299602两 崇祯十年 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农民起义 兵部尚书杨四昌建议加派交响 母书梁路河 使者淫八千 商敌不语 遂得淫百九十二万九千有七 明司宗批准这一建议 甲兴兴地表示 免从平易 暂累无迷一年 实际上一年后又下令再征 只指崇祯十三年 才停止征收 崇祯十二年 又以初恋各阵精兵 缺乏响音为由 附加征炼响 于六月开始征收 总输为七百三十万两 上述辽响 交响 炼响三响家派 从田府中加征的响银 总计多达一六百七十多万两 超过常年岁路的一倍以上 难怪当时的百姓怨声鼎沸 忽崇祯为重征 不仅如此 明司宗还沿则各级官吏 必须将规定的税额征收上缴 并将征税的数额 与职位的升降 奉路的增减 直接挂钩 实在 尚 指明司宗 初级位 便言于前梁 不以知府非完前梁 不得生思道 退之非完前梁 不得于考选 于是 松江方郡博越共 苏州陈俊伯红密 有祝奉数十次 将至八十余记者 官员凡是反对家派的 明司宗就感到厌烦 甚至严加惩处 如崇祯十二年 1639年 五月 耿直破终的傅宗龙 出任兵部尚书 入见皇上 尊尊以民穷财尽为言 云享不可家 兵不可增 明司宗开始还言不由衷地表示 清言是 傅宗龙指天化地 言于利 明司宗便拉下脸来 说 清淡当料理扣笛耳 大夫宗龙告退后 他又对歌臣说 宗龙所言 半言官唾瑜 何也 从此 兵部诸书无异于者 未及下狱 相反 凡是支持家派重征的 明司宗就感到高兴 甚至大家提拔 卢崇贞十一年四月 他在中左门考选诸臣 征寻足兵足矢之计 知显曾旧一说 百姓之困 皆有利之不连 是首令巨连 即烧从家派一级军须 未为不可 明司宗当即把第一 明司宗一而再 再而三的家派 是本已十分贫困的广大农民 进一步陷于破产 大批套亡 官府又穷凶极恶地追讨钱粮 甚至乐逼未逃的农户 陪那以逃农户应交的钱粮 逼使更多的农户逃亡 想家而田日荒 征集而民日少 弃田逃亡的现象与日俱增 如河南张德府的武安 金属河北省 据知情窦维路在崇贞十四年的奏书报告 本县援兵户口一万三十五户 金子局者八千二十八户 援兵人丁二万三百二十五丁 金陶死者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丁 加上政治腐败 水利年久失修 自崇祯十二年起 连续三年不断发生雨报 汉黄等自然灾害 贫苦农民无以为生 转死沟壳 中州平原更是赤底千里 流亡满道 四谷营也 阴风残谷林志青 孝聚服林莽之律 且有河门投还者 有全尊尼门桃者 有一日而逆河数百者 有十艳使 参使者 有十精子 吉礼者 有十土使者 有如鬼形而身吟者 有江扑于道 而不能沿者 有及数千数百人鱼 乘于周道而接干者 宁四宗之所以一再实行家派 借口是躺步亏处 国库空虚 无法支付日益增加的军费 当时国库固然匮乏 但内府及皇帝的私库 并不缺钱 明朝初年 米 麦等食物的征收 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中 占据主导地位 户部所设的内府私库 即是中央政府的国库 也是皇帝的私库 公私不分 混同开支 进入民中期后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白银的货币化 大量食物形式的财政收入 转化为货币收入 明平于是对财政体制 做出相应的调整 于正统七年 因442年 在北京设立太仓库 用以注银 红指八年 因495年 又在南京户部设立银库 此外 还有京 通两仓 储存由运和曹运来的米 素 以供京城贵族 百官和京边卫军之使用 太仓银库设立后 变成为中央政府的国库 而内府则完全变成皇帝的私库 政府的财政收支 与皇室财政收支 基本分开 家境中期以后 由于土木繁星 驾以南窝北鲁交相进犯 军费开支急剧增长 太仓入不复出 到龙庆初年 曾出现财政危机 但一代兵士停息 再经过张居正的改革 危机便得到了缓解 到万历四年 经通储宿族之八年 府库充益 太仆四亿基金四百余万 明神宗亲政后 不停地传索躺金 加上宗部的大量增加 万里三大征庞大的军费开支 国家财政入不复出 只得动用累年的储基 弄得国库空空如洗 但是明神宗通过传索躺金 加上派遣矿间税史四处搜刮 却使内躺之冲刃达到 亘古未有的程度 内府金银山基 明神宗死后 明光宗在位即一个多月 明西宗在位也仅七年 短短几年时间 内府的储蓄并没有花光 但明司宗也同明神宗一样 嗜财如命 就是不堪往外拿 有时还对群臣大叹穷精 说墓金躺藏空虚 后来 李自成大顺君入京 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 仅一百五十万 另有记载说 内堂所出不止几千百万 明司宗死死捂住的这一大笔金银财宝 最终都成了大顺君的战利品 明司宗的特余理财 劫责而鱼 只能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 为农民起义 提供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想的家派 更是直接促成起义高潮的到来 崇祯十年 一六八三十七 三月 杨四昌道经 就任兵部尚书 提出四正六于十面张网之策 并在家派聊想之外 在家派交想 加强对农民军的争较 将大部分起义军绞杀殆尽 迫使张建忠于罗鲁财受负 李自成被迫率领残部 退入陕恶川交界的商博山中 阁左五营也顿入萤火山中 起义暂时进入了低潮 但是 辽祥与交响的家派 自然灾害的频发 把百姓逼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 加上杨四昌立谋 对张建忠发动突然袭击 张建忠 遂于崇祯十二年五月 在古城重拒一起 明平又于当年家派联想 更把广大贫苦农民推向绝路 李自成 从岁于崇祯十三年六七月间 率残部从房仙山区出发 去到陕西 攻入赤底千里 流民遍野 土厚风起的河南 并提出军田免粮的口号 和不摧客 不当差 不纳粮的政策 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百万人 明末农民起义进入了高潮阶段 后来 正是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占北京 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 三 明慈宗的又一重大决策失误 举措失党 是不便中间 吕竹之臣 慢杀梁将 而重用坚定之臣与宦官 导致证据的混乱 要实现忠心之治 必须启用大批忠于国家设计的 职臣与梁将 但明慈宗却缺乏识人之名 只凭个人的好物来取舍人才 他信多一而认查 好刚而上气 人查则刻薄寡安 上气则急剧失措 由于刚毕自用 虚荣心强 他要求臣辽完全顺从自己的旨意 听不得逆耳之言 一言和 则欲驾诸兮 一言不和 则欲堕之冤 以故侍从之臣 只有唯卫 否否 如鹦鹉学语 随声复鹤一耳 言语率直 且忠实弊者 率皆催者而去 如东敏党人刘宗周 在天晴年间 因抨击为忠前和客室 而造学籍 崇祯初年被崇星启用 认为顺天赴隐 他刚入京就职 就尚书批评明司宗求智之心 操之太极 酝酿而为公毙 公毙不已 转为行名 行名不已 留为猜忌 猜忌不已 即为拥毙 几次之编起 叔府诸臣 不被明司宗 作为替罪羊 代步下狱 刘宗周又批评皇上说 国事至此 诸臣夫人是 无所陶醉 陛下意义分人救 因而五帝义义 乃已及此官 崇祯八年 1635年 吏不奉旨 推举刘宗周等三人入阁 他推辞不允 于一年正月入京 又批评明司宗求智太极 用法太严 不领太反 进退天下事太轻 诸臣畏罪是非 不肯尽职也 故有人而无人之用 有想而无想之用 有将不能治兵 有兵不能杀贼 明司宗大不高兴 改命契为公布左侍郎 过了一个月 他又上书批评明司宗 二帝三王至天下之道 卫下讲求 实为此地由多 卫得要领者 明司宗极为恼怒 先后四次命阁臣 以言之称处 阁臣每次呈上遗旨 他都反复越是刘宗周的奏书 起行书周 后来怒气小姐仍将旨结问 为大臣论施一体国度时 不当小小臣归过朝廷为民高 且将其轻之言 当年十月 刘宗周再次上书批评明司宗的毕正 连带批评首辅温体人 明司宗打怒 温体人又上张立地 最下旨将其割职为民 由于求之太极 猜忌多矣 明司宗还专碰的贬持 甚至屠入一批羽利战功的两将 袁崇焕在天际年间镇守辽东 着力构筑宁锦防线 并取得了宁远大戒 只因不肯八戒为忠贤 遭其党羽的弹劾而辞贯 明司宗继位后 重新启用他围继 辽 登 来 天津总督 在明司宗召见时 他轻率地许下五年赋辽的诺言 经兵科给世宗徐清的提醒 他又提出五年内 互补转军奖 公布给器械 力不用人 兵部调兵选将 许中外事事相应 方可有计 明司宗一一允准 两天后 他又上书说明 辽始恢复之计 不外臣新年以辽人守辽土 以辽土养辽人 以守为正着 战为齐着 款为旁着 法再见不再咒 再施不再虚 此皆臣与在边文武诸臣 所能谓 而无凡生律者 只用人之人 与为人用之人 据于皇上四起药 明司宗批示说 福岩镇自有鉴别 切勿粘固 领战手机遗 西厅便宜从事 袁崇焕随即副官就职 着手调整官内外防务 修补民盟联盟 接着 依据西厅便宜从事的预指 朱沙不听截至的东江首将 毛文龙 以统一式权 以四肢便起 绕到内蒙古入塞的 皇太级兵临京师 袁崇焕即帅辽军秦王 副总兵周文玉劝阻他 外镇之兵 未奉明旨而禁至城下 可否 他回答说 君父有吉 何谎他去 苟得济世 随死无憾 周延如 温体人等俯臣 勾结燕党云灭 何力诬陷袁崇隐 引敌协和 将为城下之盟 皇太级右界背负的 杨太奸行反建计 对袁崇焕未经奏请 而珠毛文董 率领辽军入园京师新存一律的明司宗 竟下令将其斩语西市 自重唤死 兵士已无人 明亡争决矣 早在崇祯两年 1629年11月 河南府推官唐开远就批评说 明司宗临遇以来 明法吃法 自小臣已知大臣 与众推举或自剑拔 亡论为故为物 据尺度数配不少代 甚则下遇考追 几乎行断国用重点矣 事实正是如此 据统计 明司宗在位十七年 几株总督七人 巡抚被录者十有一人 河南巡抚李先锋 被带姿意 尚不济在内 就连贵籍人臣的内阁 俯臣也有两人被杀 俯臣鹿死 自时妙下言后 此在剑云 由于不断的罢处和诛杀 官员的更替十分频繁 如济镇总督办在更五人 整个崇祯朝十七年 以中书 兵部尚书十四人 刑部已尚书十七人 内阁俯臣 更是走马登次的不断变换 十几年间任命的大学室 多达五十余人 其中先后充当首辅者 几达十余人 这种做法 不仅是朝廷失去许多能干的文臣武将 也是在职的官员 胆战心惊 畏缩不前 丧失进取心和积极性 办事效率极度低下 对于自己喜欢 信任的官员 明思宗则百般呵护 甚至有罪不法或者轻罚 崇祯九年 1636年 秋 清兵再度绕到内蒙古 突入长城 侵扰京畸 兵部尚书张凤义 自寝读师 御敌无方 畏罪日服大黄瑶 清兵退后于九月初一日死去 明思宗顾廷臣无可忍用者 启用在家守赃的杨四昌 为兵部尚书 四昌通集后 祭祟邻居 博舍文集 多时仙朝故事 公笔闸 有口辩 一年三月底经 地语语 大喜爱智 张凤义作风融迷 兵士无所屈化 杨思昌 润以阵刷 必义以为能 明思宗每次召见 都同他深探一时 凡有奏情 无不应许 说恨用轻满 杨思昌于是提出 征缴农民军的 四正六余十面张网的检测 推举雄文灿具体负责 执行这个战略计划 并建议加派脚下 以便增加围剿的兵力 明思宗一一照准 杨思昌 秘下军令状 以崇祯十年十二月 至明年二月为灭贼之期 到崇祯十一年三月 因未能完成灭贼的许诺 他指得上书隐罪 明思宗不许 命查行间公罪 杨思昌于是借机委过于红城丑 曹扁骄 朱大典 左光仙 祖大弊 时刻罚朱奖 来为自己开拓 六月 明思宗改命杨思昌 为礼部尚书 兼东阁大学士入阁 仍掌兵布施 当年九月 清兵再度禁闭京师 前后攻险七十余成 明思宗没有惩罚 既为阁臣 又掌兵式的杨思昌 反而令其义文武大臣失事之罪 从巡抚 总兵官至州县官 拱三十六人 同日骑士 严官分起弹劾杨思昌 以时余问大话 明思宗指得令其落职官代失事 全又许功赴其官 崇祯十四年三月 农民起义军横扫大河上下 辅王 相亡相继被杀 杨思昌畏罪自杀 许多大臣上书弹劾 要求追究其罪责 明思宗训斥说 杨思昌戏真特剑 用兵不孝 镇子裁剑 矿上有才可取 不仅为追究杨思昌的罪责 反而赠其为太子太保 一些金银之臣 看准明思宗的性格特点 并千方百计讨其欢心 博取高官厚禄 礼部又是郎州言辱 姓景敏 善思一致 崇真元年1628年 东 锦州守军因去向花边 都市原重唤清北下 明思宗召问朱大臣 皆请发内堂 明思宗誓才如命 舍不得从皇家库藏中往外掏钱 并且怀疑 有兵将故意煽动 鞭兵花边相要挟 周言如摸透皇上星子 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 关门西防敌 今且防兵 宁远华 享之 景州华 傅享之 各边且校友 认为 想虽然不得不发 但当求经久之策 明思宗连连点头 降至且责中大臣 事后 他又对明思宗做了说明 认为华必有隐情 安之非交变购山 以邪重欢夜 这话切忠明思宗的心意 明思宗由此主义言辱 当时令部会推内阁俯陈 但列出的候选名单 有东宁党人 礼部侍郎 前千亿 却没有周言如的名字 一心想挤进内阁的周言如 即暗中散布流言 称此番没捕 皆前千亿党把持 明思宗 岁如其说 也想挤进内阁的礼部尚书温体人 为人外取戒中猛制 急身刺骨 他揣测皇上对这份候选名单必然生意 便上书公基前千亿官节受贿 神奸结党 不当于阁臣选 所谓官节受贿 是指天启元年 1621年 前千亿主持浙江会试时 金宝源与徐世民两个奸人 策划的一场科长舞弊案 案发后 查明世子前千秋 因买通官节而终矩 前千秋与金宝源徐世民三人居一律遣述 前千亿并不知情 已失于觉察被罚讽三个月 明思宗看了温体人的奏书 在文化殿召集大臣 让前千亿与温体人当面对质 结果证明官节受贿案七年之前早已结案 明思宗又问温体人 所谓神间结党指的是谁 温体人先是回答 前千亿之党甚多 不敢进言 后又指责主持会推的立部官员 科道官与前千亿接党 既而说 替前千亿辩护的府臣 也是前千亿的同党 周延如又从庞山洞说 会推只是一两个人把持住了 谁都不敢开口 就开口了也不行 突然言出而祸遂 温体人遂以孤立为由 请求辞官归礼 所谓孤立 即无党无派之意 明思宗自然欣赏 以而意向之 盲家未留 并宣布将前千亿各职听刊 前千秋重新提审 时今宝原于须时米已死 前千秋虽经重刑 供辞于原先的共状一致 证明温体人诬告不失 但宁思宗还是将前千亿夺冠贤助 并于崇祯二年十二月和三年六月 将周延如 温体人先后卓为大学士 入合辅政 入合之后 周延如与温体人联手 公导手辅成机命 由周延如于崇祯三年 1630年 九月即为首辅 接着 温体人一面对宁思宗物为柔宁 使第一意见向之 以免加紧拉帮结派 抓住周延如的小辫子 唆使其亲信尚书弹劾 周延如被迫于崇祯六年六月 引起起归 温体人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首辅 则此 温体人出任首辅四年 而居辅成之位 则长达八年 为崇祯朝担任 辅成时间最长的一位 恩礼优渥无与比 但他从不把心思 放在国家设计的安危上面 为日与善位为仇 排挤 打击东民党人与政治的官员 其所引与同立者 皆庸才 苟以崇位 内阁俯陈中受到他信任的 只有碌碌无为的吴宗达 和刚毕自用的王英雄 识人讽之约 内阁翻成机馆 吴归 指吴成吉的贵安人 温体人 王八 指四川八线人 王英雄 灭片 指吴所作为的吴宗达 总是遭温 京师还有民谣唱道 崇祯皇帝遭温 温 辣 由于明司宗性多疑而认查 好刚而上气 伪正兵者非拥极拧 言语杠之 切忠势必者 律戒催者而去 觉得无人可用 于是右转重用身边的家奴 宫中的宦官 在他心目中 宦官依附于皇权而存在 与自己朝夕相处 比文武百官可靠 他们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不服管束 意志圣旨 即可嫁以清除 正如诗人谈前所说 明司宗 执伪三指 法律 在我 此曹义何能为 即位之初 在清除魏忠贤的燕党集团时 明司宗曾下令 进彻各地的镇守太监 说宦官官兵 古来有戒 仅过半年 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重新赋予宦官兼军之大权 崇祯元年 1628年 5月 他即以四里监管文书内官兼 右少兼宗上志 提督正阳等九门 永定等七门 及皇城等四门 巡城典军 第二年冬 后京军队再次南下 京师戒严 前前京宫太监王英朝 监视新营 以四里太监 沈良佐 内官太监 李直 提督九门 及皇城门 四里太监 李凤祥 总督 中永营 提督 金营 崇祯四年九月 明司宗更是大规模 启用宦官 命太监张一县总理护 共二部前两 唐文征提督 金营荣正 王坤网宣服 刘文中网大同 刘文中网山西 各监视兵响 十月 有命太监监军 王英朝网官宁 张国元网记镇东邪 王执心中邪 邵西赵西邪 十一月 以太监李其茂 监视陕西茶马 吴指监视登岛兵响 后来 由于文武大臣的一再权贱 明司宗只好在崇祯八年八月下朝 撤回总理护 公二部前两 即监视各道的太监 但仅隔一年 又再次大规模请唤官 不仅赋予监军之权 有的还受于总督 分手支持 直接指挥军队 崇祯十三年三月 再次撤回各镇宦官 仅隔半年 又再度派遣宦官兼致各镇 直至明王为止 明司宗派出的这些宦官 多为市井庸余 妄自尊大 又根本不懂军事 他们一旦大权在握 多倾客军资 临敌折拥精兵先盾 诸将齿为之下 原始皆无功 不仅如此 宦官的派出 还侵犯了文官武将的职权 严重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成为加速明朝灭亡的一副催化剂 四 明司宗的另一重大决策 十五 挫制失党 是不变是非 亲自介入门户之争 只是党争不断 分散 削弱了统治阶级自身的力量 明司宗继位之初 想从魏忠贤燕党集团手里 夺回朝政大权 依靠的是与燕党 没有瓜葛的政治官员 特别是与燕党对立的东林党人 在处死了魏忠贤之后 崇祯元年 1628年的上半年 正是在内阁大学市 刘洪勋的帮助下 杨维远 李恒帽 杨索修 田景新 孙知谢 徐少吉 张乐 李帆 贾继春 霍北华等燕党骨干 先后北斥 人情大快 当年三月 新任南京兵部 无选司主识别如轮尚书 请求重新审定燕党炮制的 三朝要点 四月 汉林院市长宁元部 更尚书请求交回三朝要点 明司宗批准了这个请求 为清查燕党集团扫清了一大障碍 而后 东宁党人 韩旷和李彪 钱东基等内阁府臣 及刑部尚书 乔允生等人 已出清定议案的名单 由明司宗于崇祖二年三月正式颁布 即与燕党集团以沉重打击 与此同时 一大批遭到燕党迫害的东宁党人 得到平反昭雪 重新受到任用 燕党与东宁党两派的力量对比 发生了根本变化 东宁党的力量远远超过燕党 并于崇祖元年十二月 组成以韩旷为首的东宁内阁 崇祖两年1629年三月 明司宗颁布清定议案后 即在一道御旨中表示 分门别户 以非至争 要求陈瑶停止门户之争 话译为同 天下为公 团结一致 共同致力于忠心之志 清定议案颁布后十天 护科给世宗 解决龙尚书弹劫 寄阵巡抚王英旨特想击变 书中有王英智系 未当私人之语 明司宗非常反感 当即训斥说 英智克享阅兵 罪在不赦 何必又隐为党所思 不过 清定议案 并未将燕党集团一网打尽 有的燕党分子 仍然逍遥法外 有的甚至 还在官府继续认知 如右数字杨世芳 就是一个燕党分子 他是寒旷的殷亲 得其庇护 而未遭清算 还有素负党 求冬民的力部尚书 王永光 以及御使曹思成 袁洪勋 史贩土 高杰等 也都是陆网的燕党分子 北列明议案的燕党分子 不甘心自己的失败 为北列明议案的陆网燕党 更是力求保住自己的官职 他们都力图掀翻议案 吃紧燕党 迫害之苦的冬民党人 自然是希望继续清查燕党余孽 这显然不是一道御旨就能禁止的 但冥思宗箭不及此 未能抓住引发党政的症结 正确地加以引导和解决 反而因自己的猜忌多疑 刚愧自用 亲自揭入门户之争 不便是非 不便嫌否 知识并重用坚硬之徒 为党政的再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崇祯元年1628年11月 因会推革陈 引起一场纷争 明慈宗不仅亲自介入 而且站在周延如 温体人一边 将东敏党人前千日益夺冠贤著 不久又将周 温卓为大学士入阁辅政 周延如早年燕里居使 颇从东敏游 即现前千亿 遂臭东敏 温体人是毛文超龙的同乡 前幻杀文龙 美私有以报志 袁崇幻下语前后 他前后武叔 力请杀幻 后来 袁崇幻被冤杀 他还得意的智书其抵约 崇幻之秦 吴秘书时起起端 袁崇幻不是东敏党 但同东敏党入关系密切 他的作主是东敏领袖之一汉匡 他本人是由东敏党人侯寻举荐 而被着身为兵部之方司主事 又由东敏党人孙承宗的支持 而助手宁援 被东敏党视为 抵御后金之长城 温体人当日集谋入相 所及寒曠 前龙杨二俯臣 自然也就深恨东敏党人 燕党分子在 亲定议案颁布后 不敢公开跳出来 为议案翻案 便纷纷投靠周 温等奸命之臣 两者同其相求 一拍即合 随即携手合作 形成新的邪恶集团 共同打击东敏党人 温体人 周延如与王永仙等人 经过密谋策划 首先把矛头指向 东敏党的重要人物 内阁大学是前龙杨 前龙杨曾与韩旷 李彪等 共同主持亲定逆案的工作 逆案之定 扮为龙杨主持 兼党先知赐骨 崇祯两年 1629年 东元重患下狱后 温体人决集 借重患一级去 韩旷 前龙杨 二人 他在秘书中 攻击元重患 阴语华亭府 前龙场 林毅罪书 兵部尚书王卡 密谋款敌 遂引之常驱 以邪城下之盟 王永光等 谋英重患兴大狱 可进清东陵 他说是高杰上 张志通款 杀将为龙杨罪 史范谱又书言 龙杨出都 以重患所避重毁数万 转机殷家 巧为银杆 至国法不深 明慈宗 遂于崇祯三年十二月 将前龙杨摆下诏语 后前树定海位 同年正月 内阁首府 寒旷应遭 燕党分子园 暴起的弹劾 而三叔辞职 三月 阁城里标 也五叔起修 九月 承机命有三叔屈指 东陵内阁 仅存在一年的时间 就这样解体了 随着参与定议案的俯臣 相继离职 燕党分子纷纷跳出来 为自己翻案 崇祯三年 1630年 二月 吏部尚书 王永光 首先释放一个试探信号 他借会推天津巡抚至极 将列入逆案名单的王之臣 排在六个候选人名单的首位 心里盘算着唐德典用 则可见此为翻案之计 明慈宗自然不会允许 推翻自己清定的逆案 典用排在候选名单 第四位的翟凤冲 为天津巡抚 王永光此计虽未得逞 但却给了其他燕党分子 以翻案的勇气 被列入逆案第七等 即结交进士又此等 而作图三年 纳书为民 得援兵部尚书吕春儒 就公然尚书为自己名冤较屈 说他未尝归美尝尘 不当列于逆案之内 当时的阎官 皆设于王永光的威势 不敢坑气 五月 东陵党人左翼 得文振梦挺身而出 尚书猛烈抨击 平身无耻 惨杀朱贤之旅纯如 且及奥远而思变血 吏部尚书王永光 假其微禀 横行思议的行为 名字宗令旗 就所揭露的旅 王醉壮 指使在奏 文振梦又在上一书 逐一列举具具体事实 说出 王永光炯身 尚书狡辩 并密请大太监王永作出面 帮其渡过难关 于是 永光辩书的温旨 文振梦 反而被明思宗则为 任清千帝 十二月 袁崇焕被杀后 燕党分子更是蠢蠢欲动 玉士田为家书建 杨为远 贾继春 通正是张光岳书建 吕春儒 霍维华 徐阳光 复魁 于亭碧 夜天碧六人 这几个被推荐者 都是明立逆案的燕党分子 明思宗未予批准 有指 逆案奉旨方心 居然建用 成何正体 书欲敬而封不止 为燕党翻案的风潮 并未因此而平息 温匹仁入阁辅证的第二年 吏部尚书王永光 因其党与纳会事发 遭严官弹劾而罢去 他用铜箱敏洪学代之 游用玉石石饭土 高杰及侍郎唐世纪 副都玉石张杰等为复兴 在扳倒周延主 而代为首府之后 温体仁继续攻击东陵 重返一案 为了不牵连自己 他不亲自出面 而是暗中指使自己的心腹 到前面去打头阵 先是在重振七年 1634年 八月因立部尚书 左都玉石屈人 明思宗召集群臣会推示 张杰按温体人的授意 读取吕纯儒 唐世纪 明思宗问 吕纯儒是清暗有名的 张杰如何聚他 他回答说 吕纯儒有才有品 臣所深知 在场的给试中 玉石纷纷加以提搏 节气局 体人不敢言 仍尽谢生 唐世纪为之 接着 在崇祯九年 唐世纪又一边才举荐 列明逆案的援兵部尚书或维华 明思宗为逆案盖部举用 世纪齐蒙 薛吉下兴部 维华之剑 一体人主之也 体人自是不敢送言用逆案 而与侧目诸不负极者 在明朝后期的门户之争中 江南地区出现了 由众多社团联合组成的辐射 辐射继承东宁党的政治主张 其领袖张浦公开声明 无疑似东临野 官府中同东宁党有瓜葛的官员 一般都支持辐射 与燕党有瓜葛的官员 一般都与辐射作对 温体人也极力打击辐射 崇祯六年 1633年 温体人之敌温宇仁 要求参加辐射遭剧 典故人撰写绿牡丹传奇 在浙江各地演出 用以影射张浦等辐射名士 崇祯十年 温体人还暗中牧人和谱 他的同乡路文生 因请求入社遭到拒绝 一却赏书 即言封俗之弊 即源于世子 蒲 张 采为主盟 畅辐射 乱天下 温体人即命难直立 提决御使尼元拱查核 但尼元拱即兵被参议冯元阳 太苍之州周中莲 皆严辐射无可罪 结果三人都遭到温体人的贬斥 敏人周之魁 曾任苏州退官 坐视罢去 他怀疑被张浦捣毁 听说陆文生弹劾张浦 也拂决书和蒲等 把持祭典即复射自横状 但京军府张国为查核 言之魁曲官 吴语普世 已被刑敲让 当年六月 温体人致世 继任首府的张志发 虚国官执行没有温体人的温体人路线 此案仍迟迟未能了解 附射人士从这一系列事件中逐渐认识到 朝中大臣 特别是担任首府的大学士 如果不支持附射 附射孤立无助 必定难有作为 附射首领决定物色支持本社的官员出任首府 他们看中了被温体人挤出内阁的周延主 因为他是张普的作主 早年颇从东林游 当首府时 虽站在东林的对立面 下台后有悔恨之意 张普便出面找周延主谈判 预定工作在下 以前者 可崇的贤生 周延主以为然 张普于是联络吏部侍郎吴昌氏 侯巡等人 积极展开活动 并筹资众会司礼太监 崇贞十四年 1641年 二月 明司宗终于发出起 副周延主的诏书 延主被诏 蒲等以术士要之 延主凯然曰 武当锐意行之 以意谢诸功 周延如入朝后 西凡体人被逼政 首请是曹梁 白梁浅户 捐民进吉布 繁兵残粹荒帝 捡进年两税 苏 松 长 家 胡诸府大水 许以明年下 卖袋草粮 有数罪以下 皆得还家 复瓜物举人 光渠士俄 及赵海岩氏 千者诸臣 李清等 李杰 欣然从之 他启用了一些东领党人士 或其他政治知识 如郑三郡 刘宗周 尼远部 黄道周等 但严如使用 奴武裁略 且进贪 被清军的步步紧逼 和农民起义军的 蓬勃发展 仍然一无所谋化 到崇祯 16年4月被把关 不久 其门生 兵部左侍郎 兼又前都于使 兼任 纪辽茂通等出 总部的范志丸 懦弱切战 纵兵捕掠 克口军饷 贪污行贿 其亲戚无偿时 窃权赴世 那会行私 遭到弹劾 周延如受到牵连 终被明司宗 勒令自尽 明王朝的政治 不仅毫无其色 反而在明司宗 亲自借人的 门户之争中 进一步分散 削弱统治阶级 自身的力量 加快了灭亡的步伐 五 明司宗的在一个 重大决策失误 挫置失当 是极好虚荣 缺乏担当精神 患得患失 屡屡措施 延缓败忘的时机 这突出的表现在 两件事情上 一是陈青 甲义和泄密被杀 二是南迁之意 九托未决 先说陈青 甲义和泄密 被杀事件 后今 清 自宁锦之战失败后 已是难以突破 明朝的宁锦防线 改从魅蒙古迂回入塞 前后四次清找 明朝内地 大肆烧杀掳掠掠 截夺大量财物和人口 既用以充实自己 也消耗明朝的有生力量 为突破宁锦防线 创造条件 接着 便屯兵一周 逐步向锦州推进 于崇祯十四年 1641年 三月包围了锦州 明廷急命即聊 总督洪成筹 率领十三万大军 驰援锦州 洪成筹主张 匕首而奸战 即一边防守 一边进攻 稳扎稳打 逐步退进 起初兵部 同意这个计划 明思宗也予肯定 但当农民起义 由暂时的低潮 重新走向高潮 明思宗又希望 尽快结束辽袭的战争 以便集中兵力 对付农民军 兵部上书陈兴甲 于是提出四路进兵 合机围攻锦州清军的方案 明思宗立救洪成筹 克其进兵 洪成筹 值得将两想留在宁远 兴山与塔山西北的比加山 自率六万大军 于七月底挺进塔山 皇太极西所沈中仁丁 倾国而出 并倾至松山独战 明军先胜后拜 洪成筹被困于松山 总兵祖大寿 备围于锦州 屡次突围而不得出 陈兴甲与清一和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为了挽救备围的洪成筹 与祖大寿 陈兴甲主政的兵部 在崇祯十四年 1641年 十月提出了西兵之策 十一月 辽东大学 大陆梁出巨禁 将解围而归 水沃军亦支 比西部 漠南蒙古 入关求和 当时在宁远的宁前 到副使师奉台 获袭清军有意一和 志书清军将领 询问此事是否属实 得到此无国素质也的答复 即上报辽东巡抚叶廷贵 叶廷贵又上奏朝廷 明司宗内心同意一和 但他虚荣心强 过去曾多次拒绝与清一和 现今大败后主动求和 觉得有失面子 斥责叶廷贵士 慢人到陈辱国望去 将石凤台带步下狱 到年底 李自成农民军 尽美开封 农民起义的烈火 已燃遍中原大地 清军更是将 松山围的水泄不通 内阁大学士谢生 便与内阁同调商量 决定由 陈心甲奏秦与清合意 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日 明司宗召队时 陈心甲完转地提出 松 锦 两成九困 兵不足远 非用剑不可 明司宗明白他 用剑一词的真正含义 爽快地回答说 成为且半载 以好不达 何间之成 可款则款 不妨便宜行事 陈心甲随即推荐 冰式赞华主持 马绍瑜 作为义和使节 明司宗基于云准 加少余职方囊中 四二贫富 但是 他还是觉得战败求和 有失中原天子的颜面 因此特地御心甲密图之 要求绝对保密 马绍瑜于是贤命出关 前往宁远 与清方接下 清方 请以赤叔为信 明司宗仍大摆中原大国 对待兵将属一的架子 以意指欲兵部 陈心甲的赤裕代之 黄太极极为不满 也以赤裕英军王阿几哥等人的行事 要求更换赤叔 马绍瑜指的奏报朝廷 耽误了很多时间 在这期间 松山 锦州 塔山 杏山 以先后被清军攻险 红城筹被俘 祖大寿相亲 明司宗得到奏报 仍以赤裕兵部尚书 陈心甲的行事 准其便衣行事 并拆兵部四五诸祭基士 同马绍瑜前忙沈阳 与清方谈判 黄太极提出的议和条件是 每岁贵国魁黄金万两 白金百万两 我国魁人身千金 雕辟千张 以宁远双数宝 中坚图岭为贵国界 以塔山为我国界 连山势中之地 两国与此忽视 并约九月不治 则治兵 马绍瑜返回宁远 立即派人向陈心甲 禀报和谈的结果 但此前合议的消息 却被谢生无意间泄露 引起严冠的慷慨臣辞 堂堂天朝 何至奖款 明司宗英指得将谢生 革职 以平息舆论 不料 陈心甲收到马绍瑜 禀报意和结果的密书 月后置于己案之上 急去上朝 打扫书房的仆人 误以为是粪汤报告 教堂报官超传 一时舆论大华 严官交张弹劾 与卿议和 原是遵照明司宗 可款责款的预制推行的 谈判使节 也是由他加官辞服任命的 如果明司宗勇于担当责任 以君主之尊站出来 说明议和的理由 舆论不难平息 但他却患得患失 只顾自己的颜面 下颜指妾则陈心甲 令其自臣其果 陈心甲不服 尚书自辩 明司宗遂于七月底 将陈心甲逮捕入狱 并于九月二十二日 将他押赴西市斩首 议和失败后 皇太及右祥宁援员 总兵吴三桂为成 即于当年十月 下令第五次入侵明朝府邸 十一月 清兵分两路从强子岭 青山口突入长城 历时八个月 攻破三府十八州 六十七县八十八座城池 掠走二十七万口人 及大量财物 再次给明朝 以沉重的打击 再说南迁 及迁都南京 质疑九拖畏决的问题 崇祯十六年 一六四三年 四月 清兵第五次入塞侵略行将 撤退之时 明司宗见各路明军 不是胆怯不战 便是望风而逃 召见周延如等大臣 表示要亲自出征 周延如指得请求代替皇上 前往前见读师 临出东门之前 明司宗以内外交困 曾同他一南迁 命无邪 明司宗的兄嫂一安皇后 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此事 对明司宗的皇后周氏说 此周延如物皇叔也 宗庙临寝在此 千安保 明司宗打怒 派太监追查消息的来源 一安兼毁 赏奸请 破语自意 只好不了了之 不过 明司宗还是在暗中 做着南迁的准备 先是命给师中 左茂地往南中 查研江州师 驶马之术 继而在崇祯十六年十月 天津巡抚冯元阳 密臣南北基宜 为道路江耿 当疏通海盗 防患于未然 为来日南迁做准备 明司宗既于之 冯元阳乃具海州二百艘 已被还击 崇祯十六年 1643年 十月 李自成农民军 在中原地区 歼灭明军主力 北上占领京乡之后 新帅大军自洛阳西进 直去通关 攻占西安 并派起一支仙头部队 于十二月十八日渡过黄河 攻占山西戎河等县 为东征做准备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 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大顺国 初三日 忧心忡忡的明司宗 在德政殿 召见昨允中李明瑞 征寻预寇之策 李明瑞提出 唯有难迁可还目前之急 徐途争较之功 明司宗说 此事重大 未可一言 已未知天意若合 李明瑞达道 尚未断圣心 外渡时事 不可一刻耻眼 若诸是岛旁 后悔何己 明司宗四顾无人 曰 朕有此之久矣 无人赞相 故此至今 如意于朕合 朕至决矣 朱臣不从奈何 而且密之 接着 他同李明瑞 具体商议了南迁的路线 护卫 想迎合留守诸事 在当时形势下 南迁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当初明太祖赵建明王朝 就把南京定为全国的首都 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 南京仍然保留着陪都的政治地位 保存着一套形势上 与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 只是任职的官员多为虚险 此时 长江中游驻扎着左梁域 号称数十万的军队 下游又有江北四镇的重兵把守 南京要比北京安全的多 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区 又是当时全国经济最为发达 人口最为密集的财富之区 遭受战争的破坏也较小 如果退守南方 即使丢掉了北方 也可化僵而至 凭借南方充裕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与北方抗衡 最后鹿死水手 还难以预料 但是 将政治中心都城南迁 涉及放弃宗庙灵寝的敏感问题 正同末年 明宁宗清征北福 瓦子兵临京师 有人主张南迁 即遭到万人的唾骂 这就需要手握前纲的君主 勇于承担责任 敢于做出决断 明室宗刚愎自用 却又优柔寡断 死要面子 却又怕担责任 虽对李明锐表示政治决议 却始于亲自角色南迁 想待群臣立劝而后行之 此时便暂时搁置下来 行事瞬息万变 时间不等人 崇祯17年 1644年 正月初八日 李自成亲率大顺军主力 由西安出发 开始向北京进军 京城内外 惶恐不安的气氛 越发浓重 左都御使李邦华为李明锐同乡 也是李明锐出任左运中的举荐人之一 他支持李明锐的南迁主张 曾私下问过李明锐 尚亲情与东宫疏辩 李明锐回答 东宫年少 顶命则不微 专命则不尽 不如尚亲情为辩 李邦华担心南迁之以为朝论所组 就提出由太子朱四郎南下南京坚国 作为一种过渡 举书请夏明朝 永城祖朝人宗皇帝坚国故事 即遣皇太子坚国南京 月术日 又请命定 永二王分封江南 以一桩翻寒 正月十八日 明司宗立于首府陈衍 献陈衍士 陈衍反对南迁 将消息向外透露 从而引起群臣的议论 李明锐于是公开上书 阐明自己的主张 今日所罪及者 无如亲征 服亲征之举 不必皇上自为之也 南京有石刻法 刘孔昭 此皆忠良小畅君物 可计大事 皇上诏语之谋 必能催陷阔清 见忠心大业 输入 明司宗命下不疏义 兵科给世忠光石亨 赏舒适为邪说 扬言不战明锐 不足以安人心 李明锐在此上书辩驳 为 唐氏在迁在府 宋氏一迁南部 传国百五十年 若唐 宋不迁 又何有零武 武林之恢复 又何有百五十年之历属在 明司宗召见光石亨 赤之于 一样邪说 却专攻李明锐 何也 显示旁荡 又月 光石亨祖镇南迁 本应处斩 孤饶这造 二月初七日 李自成统帅的大顺军主力攻占太原 然后 京明武 大同 于三月初占领宣服 以从军庸入关 禁逼京师 与此同时 刘方亮率领的另一支大顺军 也于二月间 从蒲板渡河 沿黄河北岸向东停进 北京面临着大顺军的南北夹击 形势越来越危急 二月二十七日 明司宗召集群臣 亦以战首之策 邵瞻时相遇 表示支持李邦华的建议 由太子监国南京 明司宗原本是支持此意的 但后来几经琢磨 觉得让太子往南京监国 自己还是难以逃命 况且由太子监国 说不定会重演唐宿宗林武登基的旧席 认为还是实行李明锐的皇帝南千之意为妥 第二天 他又召集阁臣 把李邦华的奏稿递给阁臣 要大家表态 阁臣回奏 左东阁会议 由二臣驿主此意 明司宗大为恼火 急赌气地表示 他将坚守京师 国君子设计 意志正业 政治决议 他说这番计划 实际是让阁臣转而支持李明锐之意 劝皇上南千 但阁臣担心 皇上南千会留下自己 辅佐太子居首 成为替司贵 就算随驾南千 一旦京城失守 自己也会因为支持南千而待人受过 因此 他们还是一个劲地劝劲道 太子监国 古人常有 已是万事之计 明司宗反驳说 朕经营天下十几年 尚不能计 哥孩子家 做得甚事 三月初三日 代替出征的都市大学士李建泰 书经南千 表示愿奉太子先行 此日 明司宗再次召队 对俯臣说 李建泰劝阵南千 国君子设计 阵将燕王 实际上是再次试探大臣的态度 大学士范景文 左都御使李邦华 少瞻时相遇请奉太子 经过江南 在正月底 升任右数子的李明锐 也放弃前意 赴贺此意 光时亨大声驳斥 朱臣欲为领武故失忽 范景文等大臣 虽不敢言声 明司宗复问战首之时 朱臣仍沉默不语 明司宗愧然叹道 朕飞王国之君 朱臣进王国之臣 拂袖而去 过了三天 南路大顺君 已抵达直立真顶 南千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明司宗便只有死设计一条路可走了 六 事实十分清楚 明司宗虽有忠心之志 力图挽狂难于祭祷 但志大才疏 缺乏深远的目光 开阔的视野 高度的智慧 坚强的意志 雄伟的气魄和高超的治国能力 未能认识到 明末深刻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 找到挽救危惧的办法 始终未能制定一个明确具体的治国方略 他的治国理政 缺乏长远的战略筹划 只能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左右摇摆 举其不定 他刚愎自用 而又多意善变 急功尽力 而又优柔寡断 虚荣心强 而又缺乏担当精神 专横残暴 而又刻薄寡安的性格特点 往往导致其对军国大师的决策失误 挫之失道 他目光短浅 没有认识到阶级矛盾 是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 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缓解 而是刻于理财 劫责而鱼 导致其进一步计划 使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他不变中间 只凭个人的好物 驱舍人才 吕竹之臣 滥杀良将 重用精英之臣与宦官 只是局势越搞越糟 他不变是非 亲自介入门户之争 只是党争持续不断 分散削弱了统治阶级自身的力量 他极为虚荣 只顾自己的颜面和尊严 缺乏担当精神 患得患失 屡屡措失 延缓败忘的时机 所有这些重大的决策失误 挫折失党 最终样成了历史的悲剧 导致冥王朝的灭亡 因此 冥司宗便依有别于古南已久 以色 以暴虐 以奢侈 以穷兵独武而亡的 另一类亡国之君的形象 定格于史册之中